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 哲學星期五 那其實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哲舞 還蠻有趣 然後就是被運回邀請來 當然他主持了這樣子 那我是現在就組台大社會所的高少坊 那歌曲女神吧 算是一個 算是跟我自己作動 或是說我經驗社會選舉的一個 我覺得復刻是很重要的理論家 那他跟我關係的主題有很深的關聯 就是自己來做一些數位身分證相關的一些倡議 那我剛剛運和跟我說 就是職務大家可以放心鬆 然後等一下就是想要討論的話 就是都可以向運和提問這樣子 那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今天的主獎人 就是他是台大政治學博士 然後現在在專業院做過後年級的蕭玉盒 我們就把時間稍微一點 好 那我就把時間大概給你們 謝謝少方 然後剛剛底下有一些就是法律所 或是說法律系的學生 那就是說要先跟各位抱歉 不是說今天我們今天談這個主題 我這個部分可能不會特別處理到 這個比較法律學 或者是說關於這個刑法理念的東西 那如果說我們之後會後可能有一些 大家可以再交換意見這樣子 那其實一開始會想要設定這個題目 主要是因為這個 一方面是因為前幾年有一個期刊叫做Port Studies 然後有一個專輯叫做那個 就這個名字就是說40年後 那應該是前兩年吧 應該是前兩年 就是這本書就是出版到前兩年就是40年 那我們就取個整數就是40年 那也是因為說就是說剛好最近就是說 剛剛有朋友提到說就是 那個規訓懲罰這本書就是出了一個 反體制度的那個那個行動 我看底下好像有一些人有帶 或者是有買就是這個新的版本 所以說就想說是一個 也許是一個機會我們可以大家聊一聊這本書 然後談一下這本書 然後也分享自己對這本書的一個 一個觀點或者就是說一些看法 那跟大家討論給大家參考這樣子 那這本書可以說是 應該可以說是富科最知名的著作 那最知名的著作 他會成為知名著作 有幾個理由會讓他成為知名著作 那其中一個理由是說 我個人認為其中一個理由是說 這本書相對來說是 跟富科早期的著作比起來 其實這本著作是 對讀者來說是相對友善的 就是如果各位有人 其他人對富科有些興趣的話 他比較早期的著作 你會發現那個 我們用比較好聽的話叫做 巴洛克斯的風格 那比較 他早期的一些著作的 這個巴洛克斯的這個風格的一些 寫作方式其實是 讓動者會有一些障礙 那這本書 然後再來就是說 讓他成為一個經典 或者就是說 富科最知名著作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說 其實他算是富科最成熟的作 因為富科的寫作大概有三種形式 一種就是像虛弦懲罰那一種是書 然後另外一種形式就是 大家很熟悉的這個 他在法蘭基學院的長期的講座 就是講座的形式 還有富科身後留下了非常多的訪談 大概就是有這三種形式 那訪談的部分就是 因為是訪談所以比較輕鬆 所以你會在訪談裡面看到一個比較奔放的富科 那講座的話就是說 講座其實帶有實驗性質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提一些講座的詩問題 講座的話其實它是一個帶有實驗性質 所以說講座的某一些概念 他可能沒有談得很清楚 或者是說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就是 就放著 只講完就放著這樣子 那書的部分就是說 它是一個比較嚴謹 相對來說比較嚴謹 然後布局啊 各方面啊 也都是比較嚴謹的一個著作 那這本書大概算是 如果我們不算這個 剛剛有朋友提到的這個性經驗詞 或者說比較信實 不算這個 因為這個信實的著作是比較一個特別的著作 但我們就在訪 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歸薰懲罰》這本書可以說是 最成熟時期的作品 他沒有他早期的作品那一種 包羅克斯的風格 然後也沒有他 有時候他有一些晚期的作品 就是說 有些思想家道的晚年的時候 風格會變得彪繪色 其實也沒有這樣的狀況 那對讀者比較友善就是說 其實就算你不是學術界人士 其實你把他剛才的小說來看 我覺得也蠻精彩的 蠻有趣的 所以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值得 討論的一個作品 所以說就趁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 也算是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個全景場市監獄 那讓這部作品變成 顧客最知名的作品原因是因為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在這裡面提出了 也只是提出 就是說他用這個全景場市監獄的這個意想 那這個意想其實 因為他太鮮明了 所以說 就是 像極樂 複科 以至於大家有時候忘了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複科發明 是這個18世紀的 因為這學家叫做編情所發明的 其實也不是編情發明 就是他設計的一個監獄 那這個監獄的形式就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會 今天我打算跟大家特別談的是說 全景場市監獄 或者是說全景場市這個概念 他的意 這個特別的意象 對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天堂的監獄 我大概就 應該也 我大概簡單解釋一下 反正呢 他就是一個 剛剛有朋友提到 其實他就是一個環狀的一個監獄 然後環狀的建築 然後中間有一個塔 然後 這個 管理員呢 就是在塔裡面 然後管理員可以透過這個塔 看到我們一棟的牢狀 對 那其實這個東西的這個設計 人家在很多地方都應用到 像剛剛有等於有讀到綠島的監獄 或者是說 我最近發現就是在那個 現在是台灣新武化運動紀念館 然後以前是台灣行政準備的舊子 也有一個類似的設計 就小型的一個全軍廠室的一個設計 就是 這應該是 嗯 那個 這個 應該是 就是說 關押那一種 對 反正行政總隊 對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設計 其實也是類似這種 半全軍廠室的這種設計 就是 那個 那個警察都會站在這裡 站在中間 然後有這個牢房這樣 大概是我們今天 就是說《貴旋室懲罰》這本書 會這麼風行 或者說這麼流行的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全軍廠室的意向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本書的 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他的書名 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 我們中文世界就貫稱叫做《貴旋室懲罰》 那比較熟悉的看他的法文書名的話 其實我們看這個法文書名 就是 如果直接翻成英文的話就是 如果直接翻成造字面的解釋來說的話 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中文 這個新的版本看到的 就叫做《監視與懲罰》 那其實當初這本書 在翻譯成英文的時候 英譯者其實對這個 前面的那個《貴旋室懲罰》那個字 有一點困難 因為這個字其實它是 從編慶的這個inspector這個字 副科直接把它翻譯成法文 那他在 副科在使用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他想要表達兩個意思 就是說他用動詞的時候 他只是想要表達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 有人在看著 有這個看著這個 有人在監看著這個事實 第二個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監看 它會產生某一些效應 產生某一些效果 可是這個詞在英文裡面是沒有對應的 比如說我們說sperience這個字 sperience指的是說 有監控、有監視這個事實 可是它強調的是這個 單方面的監控或者是說監視 它其實是沒有處理到 這個sperience這個字其實是沒有處理到 被監視者是不是會產生某些效應 加之於這個被監視者 所以 因應者就沒有考慮這個字 然後比較接近的是這個 意思上面比較接近的 可能是這個sperience這個字 可是這個sperience 他其實在英文裡面 又好像比較接近說 我主力的主動的干預 或者是說 我主動的這個監控者 然後去管理 去介入的這個事實 所以說有沒有考慮這個字 或者是說最後就是observe這個字 那這個字又好像太中心了 所以說 那應譯者其實就覺得蠻困擾 所以他就寫信給復刻 那復刻就建議他 那你就用這個書名 所以我們會看到英譯版 英文版就會是這個書名 所以說 嚴格來說其實兩個書名都可以 我是說這個報文的或者是英文的 了解這個規訓你懲罰也可以 一件事你懲罰也可以 其實就這一點來說 我個人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因為這個英文書名也是複刻建議 所以我認為其實他也算是複刻所認可的書名 並不是翻譯者自己把它變成了這個書名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頭來看 其實這個改動 雖然這也是複刻認可 但是這個改動其實有一些 我覺得有一些可以談的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我們再 有時間的話我們最後再回來看這個翻譯 英文翻譯的這個改動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關於這個全民廠制監獄的這個 基本設計 但是直接從書裡面抄出來 就是說 我們簡單看一下 就是說它是一環狀的建築 中央是一個塔 然後塔上面有窗戶 朝向環形建築的內側 然後外圍的建築都會分割成單間的牢房 然後每一間牢房就是都延伸到建築 簡單說就是沒有隔間啦 就是確保沒有一個隔間可以在裡面這樣子 然後 很厲害的是它還考慮到中鋒的問題 就是兩扇窗 一扇朝內 對應塔上的窗戶 另外一扇朝外 那個 前面那個窗戶應該是會要中鋒 然後後面那個窗戶就是說 讓這個視線可以貫穿牢房這樣 然後只要一個監視者坐在塔中這樣就夠了 這是大概對這個全常識監獄的 不可以一個簡單的描述 那其實如果你去看編慶 在談這個環狀建築 你會發現編慶這個是個控制狂 因為它裡面談到的各種各式各樣的細節 遠比這個還要多 就是說在編慶本人的這個著作裡面 那這次因為在主要演講 我重新把這個輸入了一次 那我發現到一個醫生沒有發現到的柱角 就是下面這個 編慶還想像可以從單肩老房透過管線 然後來進行聲音監控 但他後來放棄了 因為他發現 沒有辦法避免囚犯也聽到監控者聲音 他沒有辦法避免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也蠻有意思的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的技術條件成熟的話 顯然我們不會安心這個事情 那這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也會來談這個問題 對 那為什麼這個全景廠師監獄 這個東西它對於婦科在討論這個主題 那麼重要 因為他認為這個前面談的這個全景廠師監獄 它是一個 它稱之為這種規訓社會的一個 最完美或者是說最典型的 最能象徵這種規訓社會的一個建築物 它裡面的原理是什麼 就是在十七世界的時候 如果陳正報發文第一的時候 這個規訓社會的這個夢想 或者是說這個迷夢 這個理念 這個 它為什麼會是一個 物諾邦或者是說理想的物諾邦 如果婦科說 因為在這個十七世界神聖爆發的時候 你看這個神聖爆發的時候 大家做這個東西就是一個理想 大家可以理想的控制 這種疫情的一些基本辦法 那我們現在在看 因為現在有疫情期間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這些東西 可能大家會 應該會比較 應該會比較特別的感覺 就是我們簡單看一下 就是 它有 它的那個空間有一個嚴格的控管 然後城鎮跟區塊有封鎖 然後 那個封城 然後所有流浪都要處死 然後接 那個 城鎮化分成不同的街區 然後每一個街區都有接管 監控該區 台灣應該是還沒有類似的機制 但是像中國就是有所謂的小區 我們現在控制疫情的時候 就是能夠用這種小區的編制 類似像這個東西 然後離折屎 然後所有人都要待在家裡 然後接管要負責把 親自去鎖門 然後接下來這個鑰匙 是要再交到上一層的這個區管 然後在隔離期間結束之前 每一個家務都要自備日常所需 可是 有些東西像葡萄酒和麵包 就要架設這個小木群道 然後以不直接接觸的原則被擠 然後還有這個蘇果的那個 都要上什麼滑輪 簡單說就是不要直接接觸這樣 其實我們從這個東西 我們會看得出來說 其實它是一套運作非常了好的機制 然後這裡面其實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就像後來那個不可所解釋的 就是說規訓社會作為一種啟蒙的迷夢 它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如果我們把這段對應剛剛那一段 就會比較了解 就是說在那些受到監視 然後被圈線分隔出來的空間當中 也所有個體都會被相見在一個固定的位置 然後再微小的動態也都會被監控 然後所有狀況都被記錄下來 然後中間是用這種不間斷的文書作業 去串聯中間變成 然後剛剛我們也提到那個鑰匙要從這個 手上側頭接管要交給驅管 這是一個 這個權力可以依據一個連綿不斷的 一個層級化的樣貌 完全無切割的運作起來 然後反覆的定位 查核跟分類所有的個體 然後把他們編入到 可能是生 可能是死 可能是死 可能是健康 可能是病態的這個範疇 所有這些都構成一個規訓附屬的 一個袖蒸模式 既無所不在又無所不知的權利 這是一個 復刻認為說這個東西是規訓社會時代的一個 這種規訓社會是啟蒙時代的一個迷茫 或者是說理想的一個木偷包 在這種狀況之下沒有一個權利 沒有那個每一個權利的使用都非常經濟的 它沒有浪費掉 它沒有 然後都能夠得到一個有序的一個管理這樣 剛剛我們說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裡面是 關於為什麼復刻會認為說這個建築 是代表這個時代的一個 這個規訓社會的一個名夢的一個 理想的建築的一個原因是 跟以前 就是說這個大概17、18世紀之前的一個時代比起來 其實它是一個關於我們說這個權利之眼 或者就是說這個可見性的轉向 就是說我們現在只看這個透過這個建築的這個 來談這個問題的話 你說以前的建築其實 以前的建築就是這樣 以前的建築的記憶是 要圍應的問題是要打造權利塑造神聖展現權威的需求 然後主要的是這個宮殿跟教堂 你看宮殿跟教堂這兩個建築 它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空間使用是非常的不經濟的 我們看那個 你能夠想像一個皇宮裡面 如果是一個皇宮 它有很多很多這種很廣闊的這種空間 然後或者是說教堂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空間使用是非常的不經濟 因為它的這些不經濟 所謂的不經濟當然是指說這個空間好像是顯示的 好像是浪費的 可是他們這些空間的這個顯示或者是浪費它 也是為了要展現那一種威嚴 或者是說展現這種威師塑造神聖的作用 你看所以說這個建築是為了要展現權利主宰或是上帝 那現在有新的社會問題出現 需要有一些新的建築的理念 或者是說一些新的政治的理念 它需要反映在你的建築 或者是說你的空間設計上面 就是說新的問題出現 就是說這個你的政治經濟目的上面的空間的安排 這是為什麼邊境會花這麼多力氣 要去構思這一種監獄 環形監獄的原因 它的理念是什麼 理念是一個透明的社會 就是每一個部分都可以親戚的看見 然後它也沒有任何黑暗的區域 它把這個可見性的問題提出來 這裡面可見性的問題是說 以前我們看過去的這個展現權利 或者是說展現這個威嚴的這個建築 它的打造這種建築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打造這種建築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家觀看 或者是說你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去到教堂 我們看到這個華麗的建築 我們會覺得心聲慰藉 或者是說燃起一種崇高的感覺 或者是說惶恐 過去的這些建築 它的打造這些建築的目的是為了要被看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空間設計 或者說空間分布 或者說建築的裡面是為了要讓人被看到 這個是可見性的轉向 就是說以前是以前的這個建築 或者是說這個包括說這個公開數學的長期 那個東西是為了要被大家看到 但是現在這個政治裡面 或者是說這個科技社會的裡面是 要讓所有的人分布在不特地區域的所有的人 他都可以被看到 所以說這個可見性會被想像成完全圍繞著一種 治理無所不在的民視 或者是說目光 所以這是代理的他指的是編情 這是附刻在這個一個訪談叫做全力之眼的一個訪談裡面 對這個問題大概的一個總結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談到說這個規訓社會 到底這個規訓社會跟過去的這個社會 我們先不談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是不是規訓社會 這個問題我們等一下要再談 就是說如果說17世紀開始 然後慢慢開始到18世紀 有一個規訓社會的承襲的話 這個社會或者就是說這個治理的形式 就是他的本質上跟過去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那就是這個可見性的轉向 過去你的權力的使用或者就是說 你這個王權其實是要放在中心 然後被大家看到 然後在被大家看到的同時展現他的權威 他的權力是發散出去的 可是這個發散出去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本書裡面第一章 這本書除了這個我們剛剛提到的 規訓這個權力場市監獄的場景以外 另外一個也蠻有名的人就是 顧客在這個這本書第一章裡面提到的這個死刑犯 就是這個Demian這個死刑犯 就是他被公開數學的這個場景 就是他這個儀式非常長 就是說一開始有這個牧師 然後接下來這個行刑的是這個五馬分刺 然後這個落刑 各方面 這個原理跟我們說的這個 供殿教堂的原理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可見性的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權力是在中心 然後他透過這個中心發散出他的能量 你在譬如說 類似像這種公開負行場景的話 如果你是在這個海界第一排 你就會感受到比較強大的這個能量 那往後幾排你可能就 因為你看不到 所以說 所以說你可能就沒有感受到那個恐怖 或者是說那種驚恐 所以說 過去的這種權力的使用方式 其實他是不太經濟的 所謂的不太經濟的原因是 你沒有辦法確保所有的人都會得到 等量程度的威嚇 或者是說 同樣問題也出在這個建築上面 你這個建築本身可以掛 蓋得非常的華麗 蓋得非常的神聖 可是如果你是不在這個建築的人 你要能夠感受到這個力量 其實你過去的那一種權力模式 是沒有辦法保證這些事情 所以說 規訓社會或者就是說 權力廠制監獄那種象徵的規訓社會 它的一個理想 或者是一個最基本理念 就是把過去那種權力的可見性的邏輯 倒轉過來 我現在要的不是讓我的權力被大家看到 我現在要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要被我看到 這是一個新的權力 那最典型的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剛剛我們一直在說這個權力廠制監獄最理想的狀況 因為這個權力廠制監獄最理想的狀況就是 其實所有的囚犯都會在這個 都會被這個塔中央的看守者所看到 所以 我們常常覺得說近現代 Rey Martin的社會是一個啟蒙時代 可是對富康來說 規訓社會這個東西其實是啟蒙時代 然後啟蒙時代的基本理念是社會契約論 是這個社會契約論的這個 你說這個暗貼的面向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說這個 近現代Rey Martin或是現代的一個基本的政治理念 是社會契約論 那社會契約論是一個 一種論述讓 論述人可以自由 人為什麼可以自由 然後這個自由是什麼來的 這一種論述的話 我們會看到說 其實這個規訓社會是 這個社會契約論的一個 那個暗貼的面向 也就是說自由跟慧訓這兩件事情 可能是雙生的 我們簡單看加富科這一段話 就是 這是一個暗黑的面向 就是這個 平等權力體系的一般法律形式 是由這些 細微日常的 物理機制來維持的 這些規訓的紀律實際上 它是不平等的不對稱 然後社會契約論的這個東西我們覺得那是一個高上大的法理論署的所有人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特別去談這個社會契約論跟規訓社會的對比 因為在政論化裡面也會看到這個對比 就是說社會契約論的基本原則是所有人都是平等 可是我們在這個規訓的這個機制裡面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這個偽觀的權力系統它是不對 不平等不對稱的 然後社會契約論的這個東西我們覺得那是一個高上大的法理論署 所有人都是一個法權的主體 但是你會看到這些東西 規訓是規訓機制它直接是從細微日常的物理機制那維持的 然後我們覺得社會契約論的態度我們說話是的人平等 所以說照理來說人的身體 人的你的個別的狀況是不會影響的 可是我們會看到的是說 這規訓裡面我們會看到的是說 它是直接作用在這個力量 各種力量跟肉體上面的這個基礎 這個基礎的東西 所以它需要有一個肉身性的這個紀律或者是規訓 構成形式上跟法律上面自由的基礎 我們當然可以說契約是法律跟政治權利的理念基礎 可是全警察監獄是一個具有不片性的強制基礎 所以規訓結論就是 其謀面動機發明了自由的權利也發明了規訓 我們大概簡短的 這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伴隨的這種法理論署 一起出現的這個規訓社會其實是這個法理論署的另外一面 那我們剛剛前面也提到說 規訓社會或者是說這個全場資監獄這一種權利的使用 它是一個比較經濟的 你看到經濟的原因這也是 這也是這個算是顧客的一個總結 它不同的地方是它必須要滿足三個標準 第一個要降低權利運作的代價 這個權利運作的代價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規訓社時代之前 王權是透過展現威視的這種景觀來維持他的權利 那展現威視有各種辦法 公開住行可能是一種 各種儀式可能是一種 那時候的公開住行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群眾會趁這個機會暴動 就是理論上原則上一開始 這個我們在這個軍王在實施這個酷刑的時候 他是希望用這個酷刑來威嚇這個旁觀者 可是有時候旁觀者並不會照你的意思 或者是說你沒有辦法遇到這些旁觀者 他們是會被這個東西給威嚇呢 還是比如說他們出於同情 同情這個死刑犯就暴動 所以說在這個當時這個很多的 死刑觸覺的場景形式都會演變成這個零變 或者是說你怕暴動 變成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力量來鎮壓他 所以是不是有沒有可能我們設想一個 比較經濟的權利的使用的方式 他可以降低權利運動的代理性 在這裡的經濟都是指公益的經濟 不單純只是指這個經濟上面的消耗 就是說降低他在各方面的消耗 然後在政治上建重他的審慎 然後低度的外在性的意思是說 他這個東西他是可以連結 可以讓不同的制度去使用 我們等一下會再談這個問題 然後相對的不可見就是 他可以在一些隱密氣為的地方運作 然後引起的主力會比較低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這一個權利機制或者就是說 這種規訓的這種機制 他是可以讓這個社會性的權利的效應 讓我們可以達到最大的強度 而且盡可能局勢明明的延展出去 其實也就是說我們說他可以 讓各種不同的機構 或者說各種的制度去使用它 也就是第三個 就是說 種種的機制包括教育、軍事、產業、醫療 都可以用這個機制 所以杜光有一個 蠻有意思的結論 很多人有名的話有其中一個就是 如果監獄看起來像工廠、學校、軍營、醫院 然後所有這些又都像監獄 又有什麼好驚訝的呢 對 簡單的說 這當然不是說監獄、工廠、學校、軍營、醫院 都是同樣的東西 而是說有一些東西、有一些技術 安排這個全力運作的這個方式 它可以讓工廠、學校、軍營、醫院 然後監獄、自由 而這些東西 這部分來說是一開始在這個 全景廠市監獄裡面看到的 這大概是 我們在談這個規訓的懲罰 或者是說規訓 或者就是說 特別關於全景廠市監獄這個意象 所涉及到一些 不可所提出一些 就是說跨時代的 或者是說 在這個權力的使用上面 一個比較突破性的一個發展 我們先簡單看一下這本書 我們來評估一下這個全景廠市監獄 這個 特別是關於全景廠市監獄這個 當節在這本書裡面的地位 第一章它的外面是公開的執行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有稍微提到 其實這個部分談的是 過去的這個王權 或者是說王權 過去的這個王權 它的使用權力的基本邏輯 就是透過中心的這個景觀 不管這個景觀是威嚴的 或者是恐怖的 發散出去的這個 這大概是 發展度 發展度因為涉及到一些 關於情罰裡面的轉變 這大概從78世紀 有一些情罰改革的裡面 然後像在發展度裡面特別提到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 現代刑法之父 北卡里蘭的一些刑法的裡面 那它就很開始 才能進入到規訓 規訓這個主題 那前兩章大概都是在提一些 關於規訓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會看到全景廠市 這一個特別是 關於全景廠市裡面的這個章節 它是放在規訓的最後 它是一個總結 就是說把前面兩個東西 前面兩個東西的部分做一個總結 然後提出一個新的裡面 然後接下來 然後那個第四個部分就是 涉及到這個東西如何具體的延伸到 這個監獄的設計如何具體的延伸到 當時社會的一些教養面也好 或者是說學校或者收容所的一些 這個各種機構 然後裡面也涉及到規訓提出來的一個 有趣的觀念 今天我們應該是沒有時間處理的問題 就是漁犯的問題 就是可能法律系的朋友會比較有興趣 就是關於內容 那簡單的說 我覺得這個全景廠市的部分 它有點像是一個 其實它有點像是一個前三個章節的一個總結 或者是說一個樞紐 因為從這個33裡面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可以看市場裡面看出兩件事情 第一個對照pilot 1的話 你會發現這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 權力裡面的運作 這部分我們剛剛提過很多 第二個如果你對照pilot 2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這是復刻一直在強調的 現代的刑罰裡面 跟監獄這種刑罰刑事 這兩件事情是都不在一起的 現代的刑罰裡面 本身並沒有預設以監獄這種刑罰刑事為主的 現代的刑罰刑事 也就是說刑罰的部分是關於這個刑罰裡面的轉變 可是現代刑罰裡面的轉變跟監獄的誕生 這兩件事情是連不在一起的 就其實本質上是連不在一起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是如何連在一起的 其實這也是 部份證書裡面想要解答的問題 也就是說 然後這個 剛剛我們是對照pilot 2跟pilot 1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3-3對照全面的1跟2的話 你會再發現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關於這個規訓的這個技術 它其實也不是特別在這個監獄裡面所發展出來 所以這裡面我們會變成我們會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 理念上的東西 我們剛才教授的主題來說 理念上的東西 一個刑罰的 現代刑罰的裡面 刑罰的裡面等等 這個東西 理念上的東西 第二個 機構制度上面的東西 全景廠市監獄類似相關 第三個 具體的制度裡面要使用什麼具體的手段 這一種比較細緻的 細微的這種技術性的東西 其實這三個部分彼此之獨立 那在某一個環節或者說在某一些當效 或者是在某一個特定的制度下面 它會被連在一起 就是說這個連結是怎麼樣實現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這本書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然後有了這個3-3之後才可以去談為什麼 所謂的這個 堅層體系會發展到整個社會去 這大概是這整本書的結構 所以就是這樣講好像我們柯市長 就是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 那就先看3-3好了 不要放那麼好 可以先看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3-3是一個樞紐的一個 但是我們在談完這些以後 理論上我們應該會覺得說全景場市監獄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或者是說全景場市監獄的這個設計 這個建築這個裡面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但是我們馬上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後來顧客的著作裡面 很少再提到這個全景場市監獄 所以這變成就是 你只要兩種解釋 至少兩種解釋 一種就是 可能是我們復者的誤解 就是 也許全景場市監獄只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東西 它並沒有那麼重要 這可能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 復刻放棄了全景場市監獄 他認為有新的東西進來 也許有可能 我們都幫我們等一下再討論這個問題 當然 這個前提是指復刻是一個 這些前提都是 就是在指出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前提 某種程度上都是復刻是一個 大家可以預測的 哲學家或者就是說 思想家或者是理論講 問題是我們 我這裡把 大概是1966年之後 不喝一些重要作品 沒有全部 但是更早之前不能列 像這個 那個 那個 我們如果把這些列出來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說辨識度很高 意思是說 就是有一些歌手 因為他的聲音變速度很高 所以他不管唱什麼歌 你都被塞得出來 他唱什麼蒙面歌手 他不管唱什麼風格的歌 我們看到這些主題 其實很多主題 很多很多主題 這些主題彼此可能沒有反省 或者就是說 主題 差別很大 可是其實你去讀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感覺到 這真的就是復刻的風格 只有復刻會這樣討論事情 然後後面有些都是講座的部分 那我特別把這個列出來的原因是 我們可以從這些作品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可以先粗糙的說 其實在復刻的這些期間 其實他有一些所謂的斷裂 我們這裡是粗糙的講 就是不一定有真的有斷裂 比如說1966年跟1969年 這兩個作品是最典型的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巴洛克斯風格的作品 關於這個詞語物 還有這個知識考古學 這兩本書真的非常難讀 各位如果機會讀的話 會覺得 就非常的辛苦這樣 就是很典型的巴洛克斯風格 然後這兩個人說討論主題 是關於科學 關於社會科學 或者就是說關於管理的 這個知識裡面的這個東西 之後復刻在有沒有 關於這個主題的論述 然後1973、1974、1975這三年 然後那個ET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歸勳於懲罰 這三個年的 大概都是可以歸類於 歸勳於懲罰的這個時期 像1973年這個 懲見社會 這是一個法蘭西 他在法蘭西學院的講座 這個講座基本上是歸勳於懲罰的 算是草稿或者是說準備 就是說修法 那其實這兩個 就是說 懲見社會跟這個歸勳於懲罰 其實兩部作品也滿接近的 但是如果你其實仔細比對的話 你會發現它還是有一點點出入 這些出入 我是不是一直講的 好 反正簡單來說 大概1973年到1975年這段時間 大概就是 歸勳於懲罰時期的作品 這三年的作品 譬如起來都會跟歸勳於懲罰 非常的小 可是從1976年的這個SMPD 因為它太長的時候 我直接有點縮起 就是歸勳於懲罰社會 跟歸勳於懲罰社會 還有這個信史第一卷出版 從這一年開始 好像微微的有一點變動 從1976年然後1978年 1978年到1979年 這三個講座 這三個講座 一般它被認為是說 有一個說法叫做 顧客對現代治理形式的 一個西服學的考究 它看起來好像跟前面的 前一年的著作 歸勳於懲罰 好像有點接近 或者是說 顧客會期待說 這是一個延續 它確實 必須保衛社會 還有安全移動於人口 然後還有這個 生命真正的誕生 它確實也有一個 年代上面的延續 就是 必須保衛社會 應該差不多18世紀 然後17、18世紀 安全移動於人口 大概是18、19世紀 然後生命真正的誕生 大概是18 19甚至是20世紀的作品 好 這個部分完了之後 下一個階段的復刻 就更讓大家更猜不透 就是 開始 如果大家對於 有朋友對復刻比較理解的話 我們知道說 它晚年的時候 其實開始在談那個 那個 回到這個古希臘跟古羅馬的一些 哲學的作品 就是大概從1980年開始 1980年 81年 82年 83年 84年 這幾個講座基本上都是在訪問 這個 福希臘哲學 或者是說 羅馬哲學的一些 有趣的是 有趣的是 信史第二卷跟第三卷 也在1984 1984年 就是 復刻 過世的那一年 也在這一年出版 請大家比對一下第一卷的出版 在1976年 1984年 1976年 是多少 將近 將近有十年了吧 你這個 脫稿也脫了太久了吧 脫了快十年之後 終於把這個第二卷跟第三卷 而且第二卷跟第三卷 原則上跟第一卷 你可以把它鼓勵來看 因為它的 討論的主題完全不一樣 風格還是一樣 我說這個 辨識度是很高的 所以 我這裡面談的是 復刻一個寫作的特色 或者是說他特有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常常在某一個時候 他把 他會轉入一個 大家都沒有想過的主題 然後 轉到這個主題以後 大家會疑問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主題 那前面的東西呢 比如說我們剛剛一直前面在談 這個 揮訓懲罰的這個 全新場市監獄 這個元素 或者說這個意象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從 1976、1987這部三年的講座裡面 很少再提到 學生堂 又有提到 等一下會看 有提到 但是就是帶過 他再也沒有把這個東西 當成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在談 更不用說 1980年以後 那是完完全全的 就再沒有提過的問題 我覺得副科的 欸 等一下 就是說 我說他的變數很高的原因是 你每一個講座 每一個講座 每一個作品都讀起來 是副科的感覺 可是你又會覺得說 好像 每一個部分的主題又好像不一樣 但是又好像有連續 然後像全新場市的東西 後來都沒有再出現 那他到底他在 我們要怎麼樣去定位他 他會變成一個是 呃 很 有點挑戰性的問題 然後 我們剛剛 粗略的講到幾個短折 比如說1969年後 沒有再談社會科學哲學的問題 然後 呃 這個 1979年之後 8年開始 就沒有再談這個 現代國家的這個 治理的這個 這個問題 其實副科這邊轉向 其實也 就是 讓他的一些讀者 包括他的一些同事 我們今天要陪的一個人 叫做 德勒茲 非常的不解 就 這三個哲學教就是 最左邊是 德勒茲 德西達 顧科 這大家都認識 我就沒有寫 我上面寫的是三隻貓的名字 那德勒茲這隻貓 我還沒有找到 他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隻貓 是不是他的 但是 就是 就是 這個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貓的群子 反映了整個哲學家的 那德西達把自己的貓 尋掉 這隻 對 呃 特別吧 其實 但是 我這邊要說的是說 其實像比德勒茲來說的話 他對於 婦科的這些轉向 其實他都是抱持著一個 非常不解的態度 等一下 我們會看 德勒茲的一些 不解的想法 然後 這裡面還涉及到 婦科 這一個人 一個 可愛 我們說他 好聽叫做可愛 難聽叫做任性 任性的地方就是說 他很 基本上他不對於 他不會對於 人家對他作品的 評論 做出回應 然後婦科也是一個 有一些哲學家的狀況 或者說有一些大師的狀況 是這樣 他書寫完以後 會一直改 因為他覺得以前寫得不好 我就在改 然後改完以後 我就覺得不好 我就在改 婦科從來不改書 所以 歸茲茲 你懲罰出來之後 就是只有那個板凳 可能會同意 同意 但是婦科自己不想去改 他覺得書出版了 就出版了 所以回到剛剛一開始 我們提到那個書 其實我覺得教主的書名都可以 某某程度上 我覺得婦科也不在乎 大家怎麼撬他 因為 就是 我書就出版了 我就這樣子 你們要看就看就看 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我也不會回應 那 我書就是這樣子 你們要看就看就看就看 又看一下 那 這三個裡面婦科 算是年紀比較長 可惜得二字應該是差不多大 也就是說 得二字應該是要算是婦科的權力 而且婦科還有一個 其實我覺得也蠻難相處的部分 就是 如果有人對他做出了 比較強烈的評論 婦科就再也不會再跟那個人講話 所以我說婦科是可愛 可愛的意思就是 韌性 比如說 特別把德西達拉出來 德西達就是最大的苦主 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德西達早年 就是婦科早年的那個 那個 污點這些瘋謊呢 或者說 鷹歩的一個結 Entertainment 叫說 譙福利文 德西達寫過一個很長的一個評論 然後 我就說這個德西達是一個 很年輕的德西達 老的德西達也是 人家是有點 böyle 像是正常青零 喲 很多的意見 butcher hepsi verage 那 那婦科的回應是什麼 就是 以讀規 其實有沒有賭也不知道 總之婦克就是從來沒有回過德西達的原因 他也從來沒有帶他祝福 本來婦克就很少在他作品提到他 跟他算是同期或是當代理的思想家 那其實這件事情德西達也滿不滿 有點情緒啦 就是覺得說我很認真的在展覽你的作品 但我沒有收到任何回報 但是最大的苦楚就是這個德勒茲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第一個部分我們先來講 第一個部分那個我們先不談 這是這個文 這個德勒茲這一篇文章 其實是威訓人懲罰的書題 他說別人可以覺得就是慾望歡語 我們簡單的說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片名 其實這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立場 德勒茲自己是前面那個立場 他認為婦克是後面的立場 我們就不談細節 簡單的說 也就是說德勒茲從這個片名裡面 他就表達了他跟 這個書題的取名 他就已經表達了他對婦克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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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算是意義 就是說不同意義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篇文章很有趣 他都長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你會發現這篇文章 只要寫到比較敏感 可能會跟婦克衝突的時候 德勒茲就會開始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可能很必要 但對婦克來說也許實際難必要 他就會很自然 跟跟前面那個德西達的那個 我們前面說任同情拼命寫拼命寫不太一樣 他就會開始自我的收斂 比如說德勒茲就開始自我的收斂 然後寫到最後呢 這個德勒茲就陷入了一種 有一點這個自怨自愛的情緒 我已經無法確定在婦克的新研究當中 我的位置在哪裡 這裡的新研究指的是 這篇文章應該 剛剛那篇文章應該是在1976年 1976年1977年期間 這裡指的新研究是指 婦克在規訓與懲罰之後 所開啟的這個 7678、79這三個時期的新研究 德勒茲的意思是說 他對這三個 所以對婦克開始做這些事情 他感到不解 所以他說他沒有辦法 我們等一下會看上面那個東西 他已經沒有辦法確定在婦克的新研究當中 我的位置在哪裡 這句話大家再懂個兩三次會發現 這個情緒 雖然很內厭 可是會不會也太飽滿了一點 德勒茲的情緒是很飽滿的 我們繼續在看 這是在婦克身後 德勒茲的自白這個部分 你看這是 我們先看第一段 他說 這次在訪談的 提到婦克對你的意義的時候 他說 在他身邊的證明 我們先說這個婦克跟德勒茲他們是 他們是 教民往來非常密切 然後 這個 婦克其實是因為德勒茲而接觸到理財 我們知道說 尼采對婦克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原因的對象 他其實他是因為德勒茲關係而接觸到尼采 然後 這個 他們兩個也一起編了這個尼采的法文版的全職 你知道他們關係是非常密切 可是後來就是 越來越生疏 那生疏的原因其實 這我們外人也不好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某種程度上 至少德勒茲的狀況是 非常一直期待學長會給他回應 但是這個婦克一樣就是 包括前面這篇文章 這篇論文基本上得到的代率也是 這篇書品得到的代率也是 以讀不回 就是 所以 從這個德勒茲後來的一些文字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對婦克有一種 很複雜很矛盾的這種交雜的這種 不安 然後 不解 然後各種的情緒在裡面 你看 像這個 網站的時候問到說 婦克對你的意義的時候 你為什麼接觸到婦克對 婦克的人他說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 我都沒有在見過他 充滿了惋奇的感覺 然後 還有 我有種感覺 婦克就是想要一個人 去到只有他最親近的人 才追得上的那裡 好 接下來 我覺得這句話很經典 而且這句話 我們等一下會再看到 它是整個書寫進去 相比於他對我的需要 我覺得我卻更加的需要他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這種強烈的這種 我剛剛一直在講這種強烈的這種 不安 不安 不緊 然後 對 這種 這種 這種情緒 那我們知道婦克對於德勒茲有一個 後來一直被傳送的一句話就是 未來的世紀可能是德勒茲的世紀 大概原話有點忘記 反正應該 應該再說不少的聽過這句話就是 就是 未來的世紀就是德勒茲的世紀 各位 學長對 我們剛剛說福克是學長 學長對學弟 他說了一個肯定 做出一個肯定 表面上 表面上肯定就說 啊 這個 德勒茲啊 以後就是你的世紀 對 他甚至也沒有 他沒有說前面是我的世紀 譬如說 以前是福克的世紀 現在是德勒茲的世紀 譬如說 未來可能是德勒茲的世紀 德勒茲對於這個話的反應是 他感覺到不安 他不太知道學長要講什麼 所以在訪 然後在訪談裡面 這個訪談問他說 婦克說以後是德勒茲的世紀 你要什麼想法 你看這是德勒茲的回應 他說 婦克要說的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我是最優秀的那個 而是我是最天真的那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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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非常有意識的回應 這個 這些訪談都是 這些文字都是在 婦克身後 就是 過世之後的 在德勒茲茲的狀態裡面所 所揭出來的 接下來這套話 我認為是德勒茲的一個 自我的反應 因為他其實在 之前 剛剛我們提到 他對婦克的這些著作 產生的一些 後來的一些轉得 他寫得非常不起 可是這個不解當中 又帶有更大的不解 因為他沒有辦法理解 或者是說他只能夠 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因為婦克不理他 那更不用說婦克身後 要怎麼樣 要整體的看那個著作 理解他 評判他 理解婚姻那些 岔出岔步 推進突破 接受他 全面的看待他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德勒茲的一個製程 他一直想要 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做到 他有做到嗎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答案可能 你德勒茲自己也知道 對 然後剛剛我們提到說 在 就 從這個1979年之後 婦克開始 做一些這個 關於不希臘的 不希臘古羅馬的一些 文理學 哲學的一些 研究上 大家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是這個轉成 其實從1979年這個 The First of Bioparties開始 就已經 這個講座就已經是非常 讓大家非常不解的一個講座 因為 就他的主題來 就他的標題來說 大家會預設 他才跟1978年跟1972年有關係 可是後來發現 這個 這個 生命政治的誕生 這個 講座 後來 將近三分之二 或者說超過三分之二的篇幅 全部都在講當時 開始出現的一個新的 自由主義的一種 治理情勢的問題 跟前面兩個講座的主題 基本上是 表面上 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八分之八分之二 就已經是 那 有一個婦克人 算是助理也是學生 他就是也要對這個 講座才會非常的困難 他說 我們原本預期 不可謂延續 1978年 在跟我們談一些 當時他已經提出的 一些生命政治的一些概念 會在做連續 沒有想到 結果他後來全部都是在講 自由主義 就是 特別是那個 蘇格蘭寢侯的那個 這個 市場的自由主義 市民社會的這種自由主義的 這些東西 那那個 學生只好安慰自己說 啊 這可能也是一種生命政治吧 對 可以聽一下 就是只能夠自我 自我安慰 那 在 198年之後 當然就是進入了 我們剛剛一直說 就是說進入到一個 希臘羅馬的一個 洞派 那德勒茲怎麼想 不過說覺得 你必須愛一個人 愛到你的病毒之後 才能夠寫出 類似像德勒茲這一種 這種 愛是一種 這種純粹的 友誼的這種關係啊 就是說 你必須要 跟這個思想家已經產生了 這種生命上的共鳴 才能夠寫出類似像這種的一字 我覺得這樣 就非常的有意思 這雄雞一字指的就是 這個 信實第一卷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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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19160 跟那個 跟玉尼寶在社會同一個事情 德勒茲自己怎麼樣解釋 復刻後來的這個 古希臘或者古羅馬轉成 他說 復刻越來越感覺到 他被禁錄在權力的關係當中 然後他潛入一些抵抗別人 但是這些抵抗別人 還是何方的復刻 問自己要怎麼樣越過這條線 然後超越這些力量關係 要怎樣... 復刻花了很多時間才做出回答 你看那個 特別是後面兩段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 德勒茲的猜測 所謂的猜測的意思就是 或者就是說 我們不要說猜測 猜測好像比較 太隨意的 就是德勒茲的權質 可是復刻從來沒有 對這些東西做出解答 他沒有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在 1976年之後 我開談 全民常識的問題 他沒有告訴大家 為什麼在1968年之後 我要開始 講這個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 即使像德勒茲這麼聰明的天才 他也是跟復刻交往這麼 你知道嗎 曾經 曾經交往這麼密切的 這個 思想上面的這個 這個 密友 也就是只能夠拆這個 這個東西 某種 然後復刻是個令人拆不透 任性的 我覺得他 我簡單的談一些他寫作上面的一些 我覺得蠻特別的習慣 比如說第一個 有一些用語會消失 我們人的生命是有延續性 我們人的生命是有延續性 然後一個思想家一個哲學家 一個人一個一個一個 原論家他的著作也是有延續性 所以說理論上有一些 用語 特別是關於某個特定領域的用語 某種程度上他應該要一直的延續性 可是復刻很有趣 比如說最典型的是 他最典型的一個消失的用語就是 關於戰爭的論述 術語 關於戰爭的術語 各位如果我們聽科士長的話 讀這個規矩懲罰的時候 你直接翻到最後一頁 你會發現 規矩懲罰最後一頁的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話在講什麼 那一頁話就是 戰爭的濃濃濃的聲音 類似這種 其實在規矩懲罰裡面 有非常多這種戰爭的領域 戰爭的領域 戰爭的這種論述 我們要回到 規矩懲罰時期 這都沒有問題 都有很多這種東西 到了1976年的 必須保衛社會的這個 講座裡面 還是有這個東西 就是 關於戰爭的隱喻 或者就是說 用這個戰爭做隱喻 很多這種 比如說在這個 必須保衛社會裡面有 我們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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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話叫做這個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嘛 對不對 就是克勞塞維茲 這個戰爭的領域 不可把這句話改寫成 改寫成 政治是戰爭的延續 當然這裡面指的戰爭不是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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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一個隱喻 就是說 政治是戰爭的隱喻 戶科本人非常喜歡做這種所謂的名句改寫 比如說在慧勳懲罰 大家可能會讀到一個東西叫做類似 像是心靈是身體的牢籠 它的原話是身體是心靈的牢籠嗎 這沒有問題 大家猜得出來 身體是心靈的牢籠 戶科的意思是說戶科把這要改寫成 心靈是身體的牢籠 戶科很多這種 就是把這個句子改寫 然後還有那個像那個 魯梭有一個經典的一個 社會界面有一個經典的說法 人無所謂自有卻無所不在家所 這是魯梭的 那戶科把這句話改寫成 人無所不在家所不身而自有 其實這是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的這個 自由跟規訓雙生的一個意思 就是說應該也是在這個 這個規訓懲罰裡面就是 你看那個 魯梭的原話是 人身而自有 但無所不在家所 那後面改寫過來變成 人無所不在家所 故身而自有 這是 就是改寫然後也嘲碰一下 這個 這個 盧梭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 在 至少從1978年開始 規訓戰也不用任何關於 幾乎不再用任何關於戰爭的領域了 所以有些人會討論 就是會問說 規訓是不是有轉向轉折 就說他已經不太用戰爭的這個東西 然後 是不是他已經不太用戰爭來探戴 什麼些問題 或者是 各種的詮釋都有 反正這是一個 專屬於規訓的一個典型的風格 就是 他在某一個時期 會大量的援引某一個 領域的一個領域 比如說像戰爭 對 領域 但是在某個時期之後 有消失了 然後 接下來還有 剛剛我們其實前面都有來提到 就是說這主題上面 表面上的斷裂 比如說先自有主義的主題 跟生命政治有什麼關係 你乍看之下完全沒有關係 比如說古希臘哲學 到底跟你所謂的主題的問題 到底有什麼關係 或者跟你的講座 前面的講座到底有什麼關係 好像有一個斷裂 然後還有一個 我認為這是一個最快的習慣 叫做慣性的狂開新戰線 我們以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 就是我們今天展開的主題 全景常識的這個問題來說 在往後的幾個講座裡面 副科都提出了一個 好像是在補充也好 或者是說蓋過也好 就是補充蓋過原本的這個全球常識的 看起來好像是這個補充或是蓋過全球常識的 一些新東西 比如說 剛剛有像我朋友提到的生命認知的問題 你看這是在必需保衛社會裡面提到的 出現了兩種 從18世一開始出現了兩種 彼此結合的權力技術 一種就是規訓的技術 這我們就不談了 因為這是我們在規訓 我說副科都覺得這好 我們就不談了 這就是我們在規訓 懲罰難題書裡面所提到的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技術是 它不是圍繞著用 這個規訓是針對個別的肉體 這個新的技術它是作用在生命這個現象 聚焦於人口所特有的大規模後 出生率 死亡率 然後那個 比如說像疫情期間 就是什麼樣的人特別容易發病 什麼樣的族群特別容易被感染 類似像這種東西 然後他試圖控制在一群活生生人當中 有發生的一系列的隨機事故 這段話 至少這段話表明 庫科認為在現在社會 除了規訓之外有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東西他把它叫做 可能把它叫做生命權利 或者叫Bio Power 類似這種東西 就是說好像在規訓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那規訓好像是針對個別的 那我們就簡單的用這句話 做一個很粗略的區分 那規訓好像是一個 這目標是一個大的群體 像是人口的一種 這是在必須保衛生的原因的 接下來更麻煩的是 我說復科慣性的狂開新戰線 在1978年 主要是1978年 他就提出了一個東西 叫做智理性 就是木科專門的用語 我覺得這個詞會滿滿滿的 這會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提供一下 但這好像已經同意了 我最近發現一個詞 好像滿適合翻它 叫做智 智 智就是 智就是答智的一個智 智就是智理的智 智其實意思是一樣 其實就是這個智理性 這個智所表達的意思 把一個智理的狀態達到最好 可是我後來就覺得 這個詞真的有點太滑了 我還是用智理性好了 好 智理性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就簡單的看這句話 比如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 貫穿西方社會的趨勢跟力量的一個線 他不斷推進我們可以稱之為 智理的權力形式 好 接下來後面這段話最有趣 他之餘其他的權力、情勢、主權、規訓等等 更為不舒服 這兩段話的意思都好像是說 除了規訓之外 有另外一個東西 上面這段話講得好像是 針對集體的同樣東西 下面這段話講得好像是一個特別的 一個西方社會的一個特別的趨勢 那這個東西要把它 就這段話的意思來說 他好像要跟規訓切割開來看 或者是說也要跟 在這個規訓之法的書裡面 已經在強調說 你要把規訓這個權力技術 跟我們剛剛一開始一直提到的這個王權 這個主權的這個權力技術切割開來看 所以說 如果你讀了這三個講錯以後 你會迎迎來的另一個感覺 好像有三個東西 主權規訓 這好像是 規訓怎麼要你提到這個題 這個主權力提到兩個東西 現在不可又狂開了一個新難線 又把所謂的這個破壞這個東西叫做 生命權力幫 針對人口的這個生命權力加進來 還不夠 又好像告訴你說 有一些東西叫做自理性 這就引起了各種很麻煩的問題 好 那 比如說我請來舉一些問題 那 你們大家覺得 POWER跟這個自理性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 另一個問題 然後 你又說 這個 我現在就承認主權規訓之法 有一個新的第三項 我就暫時跟他 就叫做X 有X的東西 那他跟 主權跟規訓之間的差別呢 在規訓懲罰這本書裡面 這一本書為什麼 我說他為什麼成為經典 或者說成為復刻 知名度成高的一本書裡面 這一本書 對於主權跟規訓的差別 這件事情 解釋一個 我認為非常的清晰 為什麼 我們一開始要 不厭其煩的回顧 可見性的問題也好 要不厭其煩的談 這個為什麼規訓 這個東西是一個 權力使用比較經濟的東西 因為 這次這本書一個重點 就是主權跟規訓是 保養權不一樣的東西 邏輯上不一樣 使用上是不一樣 全力技術的使用上面不一樣 它所造成的效應也不一樣 但是規訓從來沒有明確跟大家解釋 我們剛剛說 假設我們就審認你加了第三項X 主權規訓跟那個X 最大最大的差別 有一些東西好像是現象上面的差別 比如說這樣 你要說確實有差別 你要說規訓是針對人口 不然規訓是針對身體 那那個是針對人口 對於事實上這種差別 它好像感覺上是一個 比較細緻的差別 我說復刻在規訓與懲罰這本書裡面 把主權跟規訓的差別 做了非常詳細的描述 是因為它 這是一個理論上 然後一個哲學上面 一個理論上很大的差別 可是上面這兩個東西 好像 我說這個 biopower跟這個 這個規訓話好像 那我要說這只是 範圍上面的差別嗎 規模上面的差別嗎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德勒茲的 酷子酷子酷子 這個理論 這是在 這段話就是 這段話是 應該是蠻公平的 就是這篇文章蠻公平的 他說 這種種種種類上面的差別 還能讓我們去談論這個 力量或是權力的部署嗎 不可以已經說了 這不是國家概念的萎縮 這是指它在 威脅性懲罰裡面的結論 那麼國家的概念 還能在違法誠職上面應用嗎 這是指 我們剛剛說的 顧客那是個講座裡面 開始 好像把 做為自己的一種 做為自己形式的一種 國家帶進來 這樣的權力概念還沒夠 運用嗎 它就是本身 不會是一個 全面性概念的維修 其實這件事情 讓德勒茲非常的困難 如果看法律的話 反正意思就是 德勒茲非常困擾 這個困擾就是說 你到底談的這個 那麼多的東西 在這三個講座裡面 你狂開了這一大堆的新戰線 那你要負責任的 跟我們大家解釋這些東西 你至少要 我們會期待說 復刻像是 跟威脅以懲罰這樣子 把這兩個 把這三個東西 比得很清楚 就是在威脅以懲罰裡面 把主權規訓這兩個東西 比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這三個 我們前面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講座恢復後來 是我們算是一個實驗性質 實驗性質的東西 那我們會期待 好吧 那你三個講座都講完了 至少我們看了 差不多也講完了 那這個 米契爾就是 那個 德洛茲 教父科都直接叫他那名字 米契爾是也要來寫一本書 不管怎麼樣的書名 我們來把這三件 把這三個東西給理清楚 不可管理 他現在開始就像我們說的 他突然間在80年的 1980年的時候 開始 不管全面的主題 開始談 那個 古希臘的哲學 或者是說 古羅馬的這個 倫理學的這些東西 這是一個 我們 我前面一直說 那個 婦科是個很可愛的人 可愛的人就是任性 任性的人 一定有他可愛的地方 這就是婦科任性 跟可愛的地方 他才不管你 有沒有 第一個 他不管你 德洛茲情感上面有沒有受傷 他也不管我現在做完的這些事情 我這些實驗經驗講說做完之後 我要不要再把它理清楚 我想要做 我 我就任性 我就想做我覺得有趣的事情 前面的東西我就不管他了 包括我寫完的書 我也回去改了 總總 好 那 沒有辦法 讀者的同事 猜 就只能夠 這就給 婦科產業很大的空間 龐大的婦科產業就在這個 我們前面說 《歸雲場》 是一個 婦科之名 露台報道的出作 最經典的出作 然後大概從 應該是 2000年後開始 就是婦科的這些講座開始出現 就是那個營業本開始慢慢出版之後 就開始有很多人會注意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種 詮釋上面的問題 或者說 婦科的這些壞習慣的 這個討論事情的壞習慣上面的問題 所以說就會 有人會質疑說 歸雲場到底有沒有什麼 算是 我們說婦科的代表出來 好像幫我程度上 如果你看 七六七八七九 就是好像會覺得 就是有些人可能認為說 沒有其他七六七八七 有提出的新的東西 然後80年之後 就跟你算 那個 那個 我們就不談了 那可能 好像婦科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再也沒辦法通通他 反正那個 從這個大概2000年過後 就是開始 婦科這些講座方法翻譯 在英文學界開始流行之後 這方面的問題就會一直在出現 所以我們回到 我們剛剛前面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 全民廠制這個東西 他的地位 或者是說 我們呢 我們常常承認他在歸雲懲罰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 他 就是 甚至這個形象也太強烈了 強烈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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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級的復刻 這樣好像界定的這件事情 那在歸雲懲罰的時候 又 我們又發現到一個事情 在歸雲懲罰之後 好像很少再提到這個全民廠制的東西 我們來看在 全民廠制 在歸雲懲罰的時候 全民廠制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 比如說這是 你是安全領埠你人口的 這個講座裡面有提到全民廠制 你看 庫哥在這裡怎麼談全民廠制 他說全民廠制的理論 全民廠制當然是現代的 是沒問題 可是 接下來這句話 我就覺得非常的古怪 我們也可以說 他是徹頭徹尾的 古老 那 你如果是一個熟讀 歸雲懲罰的人 你一定會覺得 你到底想幹嘛 莫名其妙 為什麼他是非常古老 因為 全民廠制的部署 基本上是要把一個人 放到中心 有一個眼睛 有一個目光 有一個監控的原則 好 接下來 他說 悟科說 夢成這種人 可以說全民廠是 是古代那些軍廠最古老的民夢 這個夢是什麼 沒有 無人可逃 而我無所不知 各位 你那個 你悟科不是贏在歸雲懲罰裡面 把主權跟歸雲這兩個東西 分得很清楚了嗎 你現在用說 這兩個東西 可能是同一個東西 就是 你看後面這句話 全民廠制是古代那些 君主最古老的民夢 無人可逃 而若無所 這一國是指 那個 古代的這個 君主 你用說 可能全民廠制 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 最 徹頭徹尾古老的東西 請問 你不寫他這句話的時候 你還記得 你當初寫過什麼東西了嗎 你用整整一本本書 的歸雲什麼 告訴我們 主權跟歸雲有多麼大的差別 有多麼重要的差別 差別有多麼大 然後 現在你跟我講這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PP是這個 那個 生命政政的感情 你看到這句話 新的治理機制指 自由主義的這個問題 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部署 最終是產生激發提升自由 通過更多的控制與干預 來移入更多的自由 好這些都不管 直接看最後一句話 於是控制不再是全民廠制 那種對自由的制衡 它現在成了自由的嚴重力 這句話也非常的奇怪 就是 你現在要告訴我 全民廠制是對自由的制衡 你 等等等等 我們很快的再看到前面 指的應該就是這個東西了吧 好 那我現在就承認 規訓這個東西 它的確是 某種程度上是 就像你剛才講的 是對自由的制衡 可是你也 剛才你也告訴我們 這是自由跟規訓的東西 是雙生的 那你現在又告訴我們 有一個新的東西 我們來講到後面 控制不再是全民廠制那種對自由的制衡 它現在成為自由的原動力 所以我們把 中間的路號槓掉 我們現在直接把 控制跟後面的 現在的控制變成了 自由的原動力 這是什麼東西 你又回到 剛剛那個問題 第三項那個 X 不管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你要說8號 你要說自理性 反正 他不管 這個東西它的原理 到底是什麼 你能不能給出一個 像是在 這個規訓民懲罰當中 對於規訓 這個問題的 這個 給出一個很 這個 托善的說明 你是一個 負責任的心理 沒有 我們再看一下 到底在規訓民懲罰當中 附和實際上提到 全民廠制的東西 所以 當我們再看到 全民廠制在後來的命運之後 我們要回頭來看這件畫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個 有趣的修辭 叫做圖示 或者是說圖解 所以他的翻譯是怎麼樣的 不管 反正大家知道他意思就是那個 大家以為就是圖 就是一個類似像是一個 各種動力人則的這個圖解 這樣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畫 他說全力堂式建築應該當成 可以被普遍化的功能運作模式 一種從日常生活的角度確定 確定關係的方式 這沒有問題的 我們一開始我們都提過 好 現在全力堂式建築 不應該視為一種夢幻建築 或者說不單純只是一種夢幻的建築 它可以被還面到一種圖示 這圖示是什麼 是一種權力機制的理想型態的圖示 然後排除了一切的障礙 一切的主力 一切的摩擦 它是一個純粹的建築學跟光學系統 所以它實際上這一種能夠 也應該獨立於任何具體用符合政治技術的象徵 好 現在這個圖示 這是部分自己寫的 你現在告訴我們說 在貴心理懲罰這裡 你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把全力堂式的東西 當成是一種圖示 就是一種圖結 也就是說一種很純粹的東西 它可以 全力堂式的建築 可以依據全力堂式的圖示 建築可以依據圖示來打造 可是圖示這個東西 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東西 或者是說它是一個原則性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被建築給包含 簡單的說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復刻才會說這叫做 排除一切的障礙主力 抹擦下面 應該是一種純粹的建築跟光學系統 這一個 我們回頭來看那個修辭的時候 把它稱之為修辭 或者是說這個意象 或者是說這個領域也好 或者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修辭就被德勒茲拿來大作文章 德勒茲就會用文說 對德勒茲的文章 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個圖示是什麼意思 在這個 我們看著看著好像 就有時候大師想教的作品 我們看著看著好像覺得自己懂了什麼 但好像有一點點困惑這樣 我們簡單來看 對於全民廠市作為圖示的幾個解釋 其實是關於全民廠市的 這個各種可能的解釋 其實這所有的解釋 你都可以在 恢復懲懲罰裡面 找到文本之詞 比如說第一種 這是一種能夠把監控者的注視內化條件 他的行為因為是特別關於可見性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可見性問題的一種 權力技術 這是最簡單 最... 不是... 它是簡單 這是一種對於全民廠市的東西 最直接的理解 如果你結合精神分析的問題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 那個... 精神...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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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指數二病 到底是怎樣 運作的這些的問題 比如說像Judie Spق� 在談的 就是這個問題 關於注視者呢 不過說用語性主義會談 可以實際上是男性... 男性民視 男性注視的這樣的問題 其實都是這個藩手 所以這個 這是第一種理解 第二種 這是規訓社會裡面所特有的一種權利技術 它能夠搭配其他權利技術 運用到規訓社會當中的各種機制 這是讀者在讀規訓社會這本書的時候 規訓社會這本書的時候 大概會得到的一個感覺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權廠好像是一種 好像是一種權利技術法 這個權利技術如果拉配其他權利技術 包括考核 檢查 這些東西 都好像可以應用到社會上面的不同的機制 好像是這樣 也就是說權利技術之一 接下來第三種 不排除一種可能 起初它只是一個關於體系當中 一切要素去順暢流通的羞恥 一切要素順暢流通 體系當中一切要素的順暢流通 這個如果我們現在就像 我們現在把所有這些名詞的問題 全部拋開的話 我們就看它的實質內涵 我們不要再管這些概念 或者說這些詞所帶來的困擾 我們會發現在這個後來婦科的這個作品當中 其實一直在討論 關於這個治理性的問題 其實也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治理性的東西其實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各種不同的權利技術 然後各種不同的權利機制 可能彼此會有衝突 可能彼此會有 大概怎麼樣把它 讓這些要素可以順暢的流通 也就是說我們這裡做一個 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可以做一個比較大膽的結論 其實一開始婦科在使用全景廠室這個異象的時候 他是沒有想用的 他當然有把全景廠室監獄這個東西 當成是一個重要的東西看待 我先說 這幾個權利是彼此那麼衝突 那只是看射中哪一個面前 也就是說婦科當然看重全景廠室建築 可是當他說全景廠室的圖示的時候 這個東西可能修辭的意味比較大 這是一種可能 他只是想要表述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是 所有的體系當中 一切的要素順暢的流通 後來婦科可能覺得 你那都是太重要 但是你說像治理性這個概念 他所表述的就是這個想法 就是這個概念就是 一切的要素都要能夠順暢的流通 也就是說後來為什麼婦科都開 可能我們那裡幫他找理由 假設他只是一個任性的人 就幫他考慮的人的話就一定說 其實因為應用治理性的東西 我就可能說 某種程度上我也不太需要全景廠室 這個作為修辭的這個東西 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可以把它當成是二 就是這個當成這個貴社特有的權利技術 這樣我這個 我自然我就可以說 我自然就可以說 現在全景廠室當中變成一個不繞的東西 或者是說 我現在可以說 因為有了 因為我本來一開始用全景廠室只是羞恥 然後我現在有了更好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說其實 這個全景廠室的東西 它是指這個具體的權利技術 這樣 第四種可能其實是我們現代社會 我們在談 比如說最近有一本寫書這樣 一些控制的東西 其實 好像最近這一兩年 都很多關於這種很重要的工作 比如說像這個韓炳哲的 我們現場都沒有知道這個 就是說韓炳哲的一個透明社會 其實那都是一個監控社會 或者是說 你可以把他跟副科 以下的監控社會做一個對比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有沒有可能 產生的很大問題 你也 我們差不多不會想什麼 我們可以自己做小副科來看看 如果我承認你 這個副科你 在貴心的討論裡面說是對的 那我們現在看 有人告訴我說現在是透明社會 透明社會 像韓炳哲在透明社會 其實也是一直造成副科大 這個是一直在反對一個人的 也是一直在 在針對這個 貴心社會裡面在討論 這個 第四種解釋 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解釋 就是 我現在 再也會談 看跟看的 看跟被看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這裡寫的比較 比較糟糟 就是說 我現在把看與被看的這個連結 給切斷 來實現更全面的 可見性的一種權力支持 其實現在社會的狀況 有點類似像這樣 各種的影像文件資訊數據 他都可以更 一個第三點有關 就是 可以更 無限的順暢的流通 他就可以讓 他可以 更為各種權力自治所有 其實三根四講的是同一個事情 三根四專門放在 各的邁流下面 但是如果你要說 現在這個社會 還是不是一個 規訓社會的話 讓我可能會告訴你 我現在這個社會 對於怎麼樣去監控這件事情 其實跟規訓社會 確實有一些差別 這差別可能在於說 把這個可見性的問題 做了一個調整 我們先不要說 它有一個巨大的轉變的話 就是這個 你看這些連結被切斷 你不會感覺到 我們現在特別是講台灣 特別像台灣這種社會 其實你不太會感覺到 有 你不太會像一個 當然這裡面有可能性別的商品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說一個這個部分 其實 女性主義的這個 多的部分 比較多 就是說 嚴格上 你在現在社會裡面 你 不太會去認為說 有一個具體的 我們不要說具體的人 在監控你 或者是說在監視你 可是 我們現在的生活 難免留下各種的 術櫃的中心 你的手機定位 你的各種的這個 我有卡也好 或者是說你的各種的 這個 地圖的定位 那這一些東西 它都會被 用某一種方式 堆積起來 可是 在什麼時候會被用到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就是我說 看你被看你 你覺得被切斷 所以你做這些東西 你 你 做這些東西 可能你是 你也不一定有意思的 這樣子做 比如說 除非你不用手機啊 否則的話 你的這個 做的東西很難被 那或者是說像監視器 就是像 你在監視器裡 所留下的各種的像 各種的影像 那個東西都不是 因為現在有一個人 在特別的監視器裡 而是說 假設現在如果發生了 什麼事情的話 那些像 它都可以被 迅速隨時的提取 其實 現在在監視器裡 有點類似 像監視器 所以 像那個 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破名社會 還有一個說法 現在是會叫做 極量 它的原則是極量 就是這個量 是被 無限的 集中起來 可是 它能夠做什麼用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剛剛說 如果今天復刻說 在歸心時代 有一個代表性的建築 叫做 全新廠制建議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有一個代表性的建築組 我不知道怎麼有點想去 我還蠻想去的 這是這個 Everheim的一個 裝置藝術 政府沒有辦法表現它的權力 它是兩個 然後那個兩面鏡 它是一個 單面鏡 所以說 你看 你對著這個鏡子的時候 你是看得到對面 對面的人 但對面 但你的影像也會出現在這面鏡子上面 然後你看這個遠方的投影 會投影到這個像裡面 可是 對面的人遇到的狀況也是一樣 然後它有一個彎曲的設置 它有一個彎曲的設置 我覺得 如果我們要說 現在社會有什麼 就是說 要 我們不敢 如果我們說 歸雲時代 歸雲社會有一個 經典的代表性的建築 是這個 全場的建築 我們現在 這個社會的這個 代表性建築 可能是這一種 你看 如果你參與了很多 你這裡面的項目 就會更多 就會更精采 如果人越多 然後外面的人 越多人在這附近活動 然後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像本身 這個 投射出來的這個像本身 它就會更多 但是這一些東西 你也不知道它會有做什麼 這是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好像 我後來發現它有一個作品 蠻有趣的 這個作品叫做 然後我不知道就是 愛情隧道 這個是比較全集的 可能就是一個 它也就是類似的這個狀態 就是 就是 雙面的這個當面鏡 然後你其實 你 裡外的人是 裡外的人是看不到 然後有一個 紅旺區的效果 不知道它表到什麼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就是 扭曲 然後看雨 透明與不透明的 這個相級的愛情 對不對 這個 這個狀態的 這個東西 我覺得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時候還有一個狀況是說 你的這個 跟過去的規訓社會 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可能在於說 以前我們還能夠找到 某一些具體的這個規訓的這個機制 到底是什麼樣都是在監控 但現在社會狀況好像是 你的這個社會好像已經不習慣的在變成這種 德勒之後來有一個說法 叫做控制社會 在那邊導致 控制社會 跟我們跟上就是這個意思 這是德勒之二 我說德勒之二 德勒之後來的詮釋 我們這裡說的就是 全場是做圖示的幾種解釋 在 我認為就是說 在某一些地方 可能是比較 類似像這種感覺 但是我也強調這四個字是不豐富的 就是到底全場做圖示的幾種解釋 大概類似像這樣 但是還有一個 剛剛我們說這是德勒之二 還有一個 我認為 所以 我們剛剛說 德勒之對於 因為德勒之跟富科關係有點開 我是指那個 情緒上面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德勒之 有一個經典的作作叫做 復科 就叫復科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要 處理復科的話 你難免回避到德勒之 而且 你也不能夠迴避德勒之 那同樣的你要了解德勒之的話 可能你也 對復科要有一點的理解 特別是德勒之對復科的一些詮釋 你都不能夠把它當做 好像 就放在那裡 帶過去 我們先看 最下面這段話 各位又來了 這是在後來 復科之後的一個話 我們說 德勒之一直苦於 他復科沒有給他回應 那他說 我肯定他 對他的指示 我肯定他不論我寫的東西 我也帶著激情 讀著他寫的東西 我們並不是很常說話 但是 但是我並不為此感到傷悲 但我有一種感覺 最終我會需要他 但是他並不需要我 又來了一次 就是 感覺到 我最終我會需要他 我自然不需要我 接下來 復科是一個非常非常摸不透的緣 就是 這是最後的 在這個 我今天才發現 就 我還蠻因為這個 我需要他 但是他並不需要我 居然出現了兩次 在不同的房單裡面 出現了兩次 對 我們先看 這上面這段 這兩道抽象 我們大家盡量的 盡量的答案理解一下 這是德勒之對於 全景場式 作為圖示的一個經典的解釋 就是說 這是一個局部性的 它不是一個權力的局部性 不穩定發散性的權力關係 並不是從一個中心點發散出去 或者是主權式 就是權力對有中心點心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一開始所提到的 這種 這種 古代君王的 這種發散式的權力 而是 在力量的場面當中 時刻都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接下來 這是典型 德勒之士的一個修辭 修辭 就是 其實我覺得德勒之跟復科有點很像 他們喜歡用 大量頻繁的 這個 這個動詞 你看 怪責反轉 迴反 轉向 改變方向 有力責反 很有 動感的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建構出策略 一種非常連性的這個系列 由於他們躲避一切可視與可數的文件事 所以這些無名的策略幾乎都是無聲明盲目的 這段話很長 而且大家注意一個東西就好 注意幾個東西就好 一個是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德勒之對於復科所說 全經常識作為圖式的遺址 就是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最簡單的 就是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這個東西可以南瓜上面的這四個東西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對 沒有問題 隨之提取各種不限的東西 可以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你的體系當中的要素也是顯然也是不同 順暢 這個也是順暢在 從這個點到那個臉的意義 你要把他的意向放大 他自然也是 我們現在就是放小 再放大回去 對不對 他當然也是指這個東西 這個學力技術是不可以的 他可以架接到各種的機器 機構上面去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一個人的目光會 進入到一個人的靈魂當中 進而形塑一個人的書 這不是一個最典型的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我們這裡都不做任何的 規範性的判斷 這個順暢 這是德勒之的風格 所謂的 為什麼 這是德勒之的 為什麼還要說復刻把 說全精炒絲做一種圖示 它最基本的原則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戳穿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然後這個點跟點之間會怎麼樣 我們再來一次 動感會 改則反轉迴反轉向改變方向後 則原路則反 點跟點之間不是只有直線 也不是只有一種路徑 有無限多的可能 所以 可以建構出一種策略 非常疊 這個修辭 我也請大家放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看到 然後接下來 最後就是 幾乎這些文明的策略 幾乎都是無聲跟盲目的 這個修辭我們也請大家放 等一下我們再看 第二段話這裡我認為是 剛剛我們說前面那個 我們就不要再往前 德勒茲的那個 對婦科的那個評論的那個 那個出題的那個 裏案的背景 我剛剛說這個標題反映了 他跟婦科 在某些根本立場上面有差別 我認為這段話簡短 而且相對簡單的解釋 他跟婦科這條商品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他說我們這意思 我們這意思 德勒茲跟婦科 對我來說社會是某種原則 這個各種方向 反覆逃逸的東西 像是貨幣一樣的東西 像是意識其他一樣上貨 他可真的是有各種 逃逸線組成 各位如果習慣德勒茲的話 你可以知道 逃逸線就是一個典型的 德勒茲的用語 德勒茲的修辭 逃逸線是什麼 簡單的說 就是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就是從我這個點到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那個點 所以他才有逃逸 逃逸線意思簡單的說就是這個樣子 以至於整個社會的問題 就是要阻止 阻卻這些流動 所以都已經在這裡 對我來說 對德勒茲茲來說 我德勒茲會認為說權力其實是後來的東西 也就是說先有從這個點到那個點的 無限的 嚴解的可能 這一種反覆逃逸的東西 各種逃逸線的東西 接下來才有一個叫做權力的東西 其實你的權力指的是負科後來自己講的 但負科不是這樣 你看他說 讓負科壓抑的是 我面對到各種各種的權力 各種各樣的權力 因為偽善我們都還是能夠抵抗 簡單的說 德勒茲眼中的負科是這樣子 先有權力這個東西 先有各種 讓一切的要素流通起來的 各種權力技術的連結 各種機制之間的連結 各種機構之間的共通性這一種 大而甚至到我們現在社會這樣子 經歷有這些 有了沒有的這種各種的權力的這種重結 然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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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關係之後 才有所謂的就是負科長的那個 前面我們所謂的delight of pay 才是負科長的那個歡愉 可能那個歡愉的意思就是 不管這些權力的部署 權力的關係多麼的英偽 多麼的偽造 我們都還是能抵抗 就是負科的立場 負科在訪談裡面 其實我也不知道應該要講這些東西 負科在訪談裡面有一個很奇怪的說法 但是這個羞恥大家聽不懂 就好 千萬不要把他當成 負科說沒有任何一種權力 是完完全全壓制的 因為你還有自殺的可能 這真的是負科說的 我不是鼓勵到 我覺得不是 我就說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就是負科所認定的權力關係 或者是說權力關係 因為你是能動 因為你是不穩定 為什麼 因為你永遠在這裡面 你會有機會去抵抗 不管這個權力關係多麼的壓制 因為也散了什麼之類 好 接下來得了資料 我的亞裔完全相反 正是因為這些東西不斷的流動 所以治理才要去阻擋 然後接下來就說了 我們是從不同的方面 進入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全景場次這個問題 我們剛剛應該有簡單的提一下 其實德勒茲對於 婦科為什麼在規訓與懲罰之後 還要去講那些東西 他覺得不滿 他覺得不解 不解是表面上的 不滿是 不滿是 不滿是一種身體的 德勒茲的說法來說 身體的形狀會沒有問題 不滿是一種 其實簡單的說 對德勒茲來說 他會認為婦科在規訓與懲罰 已經把權力的原理講完了 這個權力的原理是什麼 我們都不要再講 我們都不要再 就是在 這個要寫成 那種很複雜 但是其實他的意象就是 從這裡到哪裡 就是這個東西 從我現在這個點到 那一個不知道哪一個 所有的權力關係都是要在這裡 都是要對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做出限制 他要把你的路徑給限定 他要把你的軌跡給限定 他不允許你有這個逃逸 反覆逃逸的 反應那個逃逸的可能 可是點跟點之間 原則上是無限 你可以跳著過去 你可以曲折過去 你可以繞大圈過去 你可以往後來跑來過去 這就是為什麼他說 管著反轉 違反轉向改變方向 或者是沿路整反 甚至點跟點之間的距離 本身也是不簡單 他就是一個點跟點的原因 他就是一個點跟點之間的意向 他就是一個點跟點之間的意向 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要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德勒是想太多 但是 就像我說的 就是 也許夫科在想到這個 在想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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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嘗試的時候 其實他也許只是 就想 欸那我們把他當成一個羞恥人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夠忽視 說大師想瞎對大師想瞎的 評論都是要認真對待 即使夫科本人不一定這麼看 但是這也是一個 夫科有沒辦法迴避的問題 或者是說 你看如果按照德勒之這種解釋的話 會出現這個東西 我們大概這段看一下 就是在求自己 在性質的以前之後 婦科又來會感覺到自己 他會進入在全力的關係 當中 他往自其林域先抵抗員 但這些抵抗員來任何方 要怎麼要越過這條線呢 要怎麼要超越這些力量的行為 各位你思考一下 對德勒之來說 需不需要問這個問題 這是婦科傳手的問題 我德勒之是不需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 點到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之間 是先顯存在的 權力之後 權力的部署之後還加上去 你只有在預測 權力的部署本身先存在 然後你必須要在這個東西 去找所謂的 主體化的可能 或者是說抵抗的可能 你才會有德勒之所形容的 婦科的這種困境 所以 我剛剛說德勒之對於婦科 在 我說德勒之對於婦科 後來那個 那三個 我們必須保衛社會開始的 那三個講說 他感到不滿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是他認為婦科在 科興尼懲罰當中 我們去發現的 一個 化實在心的權力的真理 這個權力的真理 說起來也很簡單 就是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就體現在婦科用權力場式 當作圖示 說權力場式是圖示 這短短的一句話裡面 婦科就已經得到了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說 啊 婦科已經 你知不知道已經得到了 這種厲害的東西 你為什麼還要去做後面這些事情呢 那些事情沒有必要啊 你為什麼還要去談這個 這些權力的部署 權力的機制 是怎麼樣在更大的層次上面建構起來的呢 你根本不需要去談這個事情啊 所以你說為什麼有時候 這個 德勒之會 有時候說 欲言又止 也應在他 因為他覺得婦科 你根本不需要再去做這一波 但是這裡面可能 就是說 這個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跟你提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對我很必要 但對婦科來說 可能很心難必要 我們現在大家回頭 看這句話 大家又更能 我相信大家更能感情 然後這句 德勒之在這句話裡面所傳達的無難 我已經不法確定 在婦科技研究當中 我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我已經感覺到 你在婦科技研究裡面 已經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寫明金字 你應該再繼續做這個 延續這個主題 那你把這個主題放掉 然後 你還把這個 這個 權力廠制這個東西給 載化成一種 權力的 當純的 權力技術之一 或者是 這個 這個 一種比較不成功的 權力技術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就是說 德勒之在這句話 對 他看待不得質 就是這種感覺 我們最後這裡講的是 指 全景廠是這個東西 最後的一個 我覺得 就是德勒之的權勢 我認為也是一個 最具挑戰性的一個權勢 甚至他可能 就像德勒之對 婦科的不滿一樣 他甚至可能會瓦解 婦科後來 這些做的事情 這些事情 當然那幾個角度 還是很精彩 沒有否認那些事情 但是 婦科沒有辦法迴避 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 這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或者是說 如果你已經有了 這個東西了 其實你全面試的東西 都可以用這個東西 蓋的話起來 那 或者是說 他都是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某種 在特殊情 特定情情上面的 樣刊 當然我覺得 不可以有自己的談論 我這裡面說的都是 德勒之自己的行 你就 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 德勒之在情感受傷 很可憐 但我們也會覺得 那你都自己沒辦法 出負科的 沒有辦法 你有沒有到負科考慮 有什麼其他的事情 對 類似相對 這樣子 我們最後的時候 我們看 我覺得德勒之自己 陷入一種情緒 他覺得 婦科沒有在補他的東西 你對他 一補不回 那我最近 也是最近 其實 我發現 婦科在一個訪談 這個訪談 蠻有趣的 這個訪談是在意大利進行的 所以說 他用一支意大利文 各位 婦科如果出了國 講話 特別放得看 那如果大家對婦科生平比較熟悉的話 也知道他在加州 在做一些很開放的事情 我們就不想大家可以自己 你想 婦科只要出了國 講話就比較放得看 我們看這段訪談 我們檢討都看不下 假如權力關係 已經通過不同的調查 以及其他知識 其實確實來說 這不是因為權力 全知全能 注意這通話 而是因為權力是盲目的 而是因為他處於僵局 注意權力是盲目的 你看 這是得二子 身體不目的 好 接下來 要是說 有這麼多的權力關係 控制體系 監控形式發展出來 但是因為權力始終是鼓勵的 因為他總是要想辦法 把那個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東西 限制起來 但就完全沒有辦法成功 權力關係 有一個他自己投訴的地方 一種濃密落信 所謂一種專屬於這些關係 有必要去分析的 發展跟創新的路徑 然後接下來看權力再往往成疊 然後 我們先看到成疊 你會發現這個好談有一個特色 就是大量的使用得二子的字眼 這在副科的寫作當中是一個非常少見的狀況 你看 成疊 這是典型得二子的字眼 我們先我們就不把他死的意思了 我們就放成這樣 這個字也不點心得二子 然後還有 權力始終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而且我們要注意到這是1978年 得二子這個著作 得二子這本是 著作是在副科生後才出版的 然後 得二子應該是沒看過這個訪談 然後如果有看過這個訪談 我跟他心情會好一點 因為他這個訪談證明的負責是有在抵達的東西的 就是 我相信他可能生前沒有 應該是沒有 可能看過這個訪談 好 接下來 這個成疊像是某種制度化的東西 要鑑定出在一切的通路當中 所能用得上的方法、戰術、工具與武器 這種人實話可以看成某些 可能有一些權力的某種 所創造出真理的項目 也不管資理的地方的意思 另外關鍵之間 所以這個也像在可能的鬥爭當中 會成為一種上手的工具 解碼限制的成績 讓力量的線、脆弱的線 可以被提出來 抵抗的點子可能的點子 快速把它唸 各位 力量的線、脆弱的線 這裡是點型 得多資格用 無科本的用 很少用 這裡是人 用 你看這個 陶逸線 我們把這句 我們這段話 在仔細地看著它 然後再想一下 其實跟這段話 是不是很像呢 旋律是盲目的 或者說力量關係可能就是盲目的 因為從這個點到另一個點 你沒辦法限定路線 你只能夠管折 反轉 回反轉 向來的方向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 可是在這個 不知道那個關係是什麼時候 我剛才能夠實現一個最大很追悶的 說法就是 介紹是一種超連結的潛能 超連結就是你根本不知道那個連結是什麼 然後 那個簡單就是說 這個連結本身不是被劃定的 它是潛在於點到點之間的可能 所以簡單來說 我覺得這個法文其實很少人注意到 因為 它也很短的 然後 可能也是因為它是因為在意大利所以說翻譯的 翻譯出來比較晚翻譯 所以說 比較少人注意到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訪談面 從這個 從這個訪談裡面可以 至少會缺你那個事情 或是 你看這個訪談是禁止到1978年 1978年的時候 其實蠻早的 就是 在1978年那一年 它在那個 其實那個時候 它就已經有 其實 我意思是說 其實複科是有意識到 德洛之間的東西 它是有意識到德洛之間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 叫做 前一場是做圖示的一種 超廉潔的潛能 它也確實把它講出來 它也確實覺得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它只是不在於格勒之的情感 也許 也許是事實上可能在於這個情感這樣 就是說 從這個訪談論 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這個東西 然後它也有意識到這個東西 就是意識到德洛之間的這個 對於全景場市做圖示的這樣一個 非常顛覆性的這一種 你乍看之下 你完全得不出這種卷權事 或者是說你如何從一個負面 雖然我們一直想說不要講負面 或者是這個 全景場市大家會覺得這是一個 新的權利技術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德洛之間感覺是天才 如果從負面的東西 得到一個很經典的 他覺得非常 其實也在他的著作後來 反覆的出現的 逃逸線的這個概念的這個可能 就是這個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的 無限的可能 這個 居然能夠從全景場市在那邊得出這個東西 我認為 布克應該也覺得 雖然我覺得有點 就是 布克也覺得你可能有點操意了 但這個想法還挺有趣的 我也不避貴 至少在意大利的時候 可能 布克可能是一個傲嬌 就比較傲嬌 在法國的時候才會這樣 離開了法國 到了意大利 就覺得 那這個說法滿有趣的 我來講講看這樣 簡單的說就是說 我簡單作為一個快速的總結 因為我知道你總結 因為我也 你說這幾個 我剛剛說這幾個 這幾個可能的解釋之間 其實是彼此不衝突 然後 我一開始有點口誤說 第一個最簡單 不過第一個一點不簡單 八則的 一點不簡單的人 還是大家都能解 就稍微理解八則的作品 你不知道他什麼 不簡單的人 他的東西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那我的意思是說 說這些東西都是全場做的 不是包括正貢之間 他其實 我的意思是說 在超過四十年後 我們在有個宣傳法認出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看到全場是這個意象的時候 我們在看到這個 全場是這個意象 全場是建築這個建築本身的時候 也許他裡面有更多有趣 然後更多這種 不單純只是 在第一個是 用你這個可見 看見與看見的這個 直接的連結 比較單純的一個連結之外的 各種的可能 至少本身路過這本著作 他就已經 我剛剛說這四個包括第五 當然我覺得第五個人有一點 超異 在得二字的行程有點超異 但是這四個基本上你都能夠看到 你都能夠在他的 在這本著作裡面找到 類似你的東西 或者是說找到支持 我覺得 就是說這是我們在 將近視頻要再重新再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有想像力也好 或者是說 實現那個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也不是只有這種可能 還有無限多的可能 就是關於全場是怎樣被理解 怎樣被處理 怎樣被看待 只是就想從這個點到 一樣是他有無限的可能 這大概就是我簡單的一些想法 謝謝 好 那我們感謝裕和的 這個詳盡的說明 還有整個 這幾個哲學家之間的一些立場 還有他們過去著作啊 演唱上面整個爬書 讓我們了解說 這些哲學家 他們在怎麼樣的背景之下 然後他們可能 有怎麼樣的交流跟對談 這些對於四十年後的我們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思想的刺激 那這邊就想要問各位聽眾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 如何的問題 什麼想法想要分享或者是 我們在做我們都是政治學的背景 或者是準備要念法學的朋友 可能對於這些哲學家 或者是有些人說 我們社會學家 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 那如果有人想說的話的話 就是可以舉手 然後我們要選那個方便 大家不要很客氣 讓我們自己先提一個問題好了 為什麼你選的那個就是 你練那些書 都會從你說是 臨床的誕生之後 對 為什麼是選 臨床的誕生之後 就你知道嗎 因為 有人說那個嗎 對啊 就是你有列一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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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特別的原因 只是說就是 這邊有一些是什麼 治療背景的 醫生或什麼的 應該會對臨床的誕生 蠻有興趣的 董蘭玉老師也是跟這個 董花濃老師的藝人 講 就是 單純就是 因為 因為 1966年跟1966講的很不錯 是一個蠻典型的作品 就是我們剛剛說 巴洛克 好聽叫做巴洛克斯 很難讀的 很難讀的一個作品 它其實 象徵一個 蠻特別的一個時期 然後 然後 然後從1970年開始 就是 這個 這個叫做 懲戒社會 其實 從這裡開始的原因是 懲戒社會剛剛我們說 他是 一個 歸充運懲罰 算是出稿 然後 我剛剛也說 其實這個 懲戒社會 跟歸充運懲罰 雖然是 歸充運懲罰的 出稿 可是 其實我們會 出稿跟晚稿之間 有時候探究出稿跟晚稿之間到底 有時候探究出稿跟晚稿之間到底 有時候探究出稿跟晚稿之間到底有什麼差別 這件事情會覺得蠻有趣的 比如說像 特別是像這個 在懲戒社會裡面 我們剛剛 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 戰爭羞辭的想法 戰爭羞辭在 那個 懲戒社會這個 講座裡面 大量大量的出現 可以說 或者是說 其實 懲戒社會大概前面的 應該是 接近三分之一的部分 都在討論 內戰這個問題 就是 思路墨 就是 之間上的意思就是 內戰 然後從這個 我們知道 有一個英國哲學家 到霍普斯 有一個經典的 所有人 對他所有 all against all 這個 全面的 這個戰爭的狀態 跟內戰之間的關係 那 我自己讀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非常有趣 那其實我也覺得 蠻有趣的地方 這個部分到了 這個 蠻有什麼 網稿的時候 基本上全部 消失了 難免 就是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 會追負荷新方的 難免你會 多多少產生 得樂之類的 我為什麼會 我覺得今天好像主題是 得樂之 但是你各位 得樂之的情緒 不滿了我們今天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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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明滿在我們今天的 空氣當中 就是我有時候 感受到得樂之類的情緒 因為你這個 復刻真的太 令人不解了 那個部分 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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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ergic 大概 跟 你得 你得 我 Moder大 非常特別 非常有趣的詮釋 比如說他認為 所謂的 All we get is all this 所有的控制都不存在 他們都存在不單純 不是說實際上就不存在 而是他的 這個 這個東西是虛構中的虛構 有一些東西是虛構的 但是你不能否認它 確實是存在的 我們說想像的共同體 它確實是存在的 但你說我們之間有一個 我們說像 我們說 我跟昭華之間有一個 想像的共同體的年紀 這件事 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是存在的 可是它是虛構的 虛構不單有 它不存在 可是顧客的意思是說 有一點這個意思是說 偶爾跟昭華之間有一點這個意思是說 偶爾跟昭華之間有所謂的 這個東西是虛構的 可是它是存在的 復刻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 虛構但現實存在的 存在本身就是虛構中的虛構 這個 或是別有居心 有虛構的這個 它到處有實際上的 虛擬上存在的東西 類似像這種有趣的說法 其實 在懲戒的時候 非常的多 戰爭的羞恥 大量的出現在非常多 可是 到了瑞宣懲罰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就消失了 然後如果我們在看 某一部分可能跟這個 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看這個 瑞宣懲罰的目錄 我在想 如果你是復刻的話 你要把這個東西放到哪一個章節來 就被你接受 我跟你講 復刻不是一個 如果你這一個 就會是 三三三 你看復刻說的東西 都是三三三之成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 這個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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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把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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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就是可能的確會沒有空間化這個東西 但是就是 我跟老說的 我覺得 某種程度上我們看這個作品之間的 這個連續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個作品 我們就發現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一個東西就是 主題跟主題之間 表面上看起來差距很大 然後 出稿跟定稿之間看起來有些微的差異 然後有一些在特定時期 頻繁出現的意向羞辭 突然間就會消失了 你覺得復刻在想什麼 各位大家覺得復刻在想什麼 我覺得這種消失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這種消失對我來說啦 我就想把這個說這是刻意 我覺得復刻的這個人 這個特質當中還有一種 像實等 我們現在 那個畫面說 我是不是我的我 有點類似的 如果 如果 如果說你今天要 假設我說的這個現象確實存在的話 就是部分用語的消失 這個現象存在 你可以想像 一個人 一個人得要花多大的心力 才能夠克制自己的某些習慣 我認為復刻是刻意的 比如說 我們就以戰爭的休息來說 就是1973年到1976 至少到有機會 然後哪有 一個激發眼瘦就消失了 基本上就消失了 我認為它是刻意的 做這一點 刻意的不 提起 不再提起 要忘掉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要 但這件事情需要練習的 你需要刻意的在你的生活當中 抹去它的蹤跡 對 像你自己的愛情 你要刻意的做這件事 這件事情需要練習 你不認為復刻是刻意做這件事情 然後包括後來的主題 從1980年那個 講座前面還有一點點講康德 應該是1980年那個 前面還有一點點講康德的東西 後面就完完全沒有 如果你這個那個文字 敏感 有理念度的人 會知道說要維持這種狀態是很難 很需要很大的 就是你要維持這種辨識度很高 這種狀態是很困難的 其實是一個 修行 修練 就是說你要 你每次都要挑戰自己 唱不同曲風的歌 但是又要讓大家知道 這就是 復刻 既是我又不是我 既不是我 但也是我 我覺得復刻一直在做這一種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 就是說 在各種回憶錄裡面 復刻給大家 基本上有些回憶復刻的人都會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復刻喜歡大小 誇張的大小 然後 復刻這個人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放大 包括 你剛剛說的 在去加州的時候 然後包括 不可曾經年輕的時候被 那時候突然是波共政府 被波共政府 驅逐出境 對 沒有正直的理由應該是 就是 大家知道早期那個惡化天蓋公主就是 因為 難貢獻念的就是 就是 可能是因為類似的這種事情 被人當時的波共政府 這件事情沒有正直 但我的意思是說 復刻好像給大家這種形象 可以讓這種感覺 就是要怎麼放大 然後放這種 瀟灑 大小的 對 對對對 這種感覺 但是如果 你看他的文字的使用 這個寫作習慣 你會發現對他來說寫作就是 精神上面的修練也好 或者是說 身體上面的修練也好 特別如果你是文字工作者 你一定會更感覺到這種 你要刻意壓制自己 某一些習慣 某一些寫作上面的用語 某一些寫作上面的習慣 寫作上面的用詞 這件事情 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對 我大概 我就借題發揮 對 在育和學長 草票的審必 如果對於 臨床的誕生的問題之餘 就是 我也要根據就是 育和學長對於這個 這些 他剛剛這一傳說詞啊 我要做一個詮釋 我猜測他應該只是 脫一片作胎感 為什麼 因為我要任性的指出 就是他這邊少一個I 然後這邊少一個N 做一個文字工作者 如果對文字有敏感度的話 應該是要發現啊 對 這是我最後做的 對 那大家有沒有想要 欸 這個賣公司 謝謝 對 對 我在這裡講 對 就是從 剛才講的到 到 因為他說從儀式講講下來 就是後面 我們再講做 後來講下來 跟到儀剛才講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猜測就是說 其實 嗯 即便是在學術寫作 嗯 都很熱衷於在做一種 形象的展演 操縱跟玩弄 那樣子 就是說你要說休閒也可以 居然他其實很常喜歡在他演講過程中 去勾引現場的男性 你知道嗎 這事情這樣子 也不一定就是他 就是年輕的男孩子這樣子 對 因為他會很 很 不忌諱去做這首魅力的展演這樣子 你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 我感覺到那種意味在 他根據你的修辭做那種準事 就我根據復刻的形式 我就是覺得 嗯 他是不是在這方面是有意而為之 這樣子 然後他是在 怎麼講 他也想要 他不只是說在 我們 嗯 面對面的互動 然後去建立出他的一種形象 他也想要在他的學術寫作身邊 去展現出 嗯 應該怎麼講 去建構出一種大家對 在思想上的復刻的一種 想像的 我不太確定在這種 寫作上面 他是不是有考慮到他者的目光 你這裡說的 所謂的 勾引誘魄 引誘 或者就是說這個 吸引 來說好像預設了一個 他者的目光 我們太確定 複刻在這種寫作的事情上面 他或者是 講座某種程度上 是公開的 這大家都不會 對 就是我們剛剛看 複刻的 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 其實從 規矩什麼 寫完之後複刻就不能寫出來 後來原本都是那個 講座 你看到一半以上都是講座 除了這個 性死之外 那性死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說這些講座這些公開表 他沒有考慮到他者的目光 或者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說 全景場次這個東西 它是對於他者的目光 某一種的規範的話 那麼 講座這一種形式 這一種你面對的是不特定的他者 然後 這個 他者的目光 不特定他者的目光 之於我 之於 顧客這個 主體的展演這件事情 本身有沒有可能是一種 修養修行修煉 不是顧客在惋惜 我認為的確是非常有可能 對 就是說這個東西 或者是說 那就是 對於他實際想要 建立出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你都能確定嗎 就是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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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對於他想要建立出什麼樣的形象 就是 可能就是大小形成 就像那個 大家對他的回憶 就是 就是 但是 副科對講座他的爆明度 就是資訊 他覺得都他在講 是啊 講座本人也要講啦 對不對 就是他 有很多時候他會覺得互動的體驗太傻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這是個傲娇 我剛剛一直說傅柯 你一看他 他其實知道 我們這樣好像在思想他不尊敬 但我覺得他是個傲娇女 這樣都好像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他的氣質 面有一種傲娇的氣質 就是傲娇就是 大家應該知道意思然後就不解釋了 就是你一邊說 一邊說就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一邊抱怨講座都沒有互動的形式 一邊自己表演自己演得很開心 對 然後有人認真評論的時候 這個享受在講座的時候 享受聽眾的這個這個崇拜 或者是什麼 但是對於認真 對於認真評論他表的作品的 這個學術夥伴 自知不理如不合理 類似像這一種 這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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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上面有的 對 這一種 我們不要把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也不要把事實上 想說好像 靠外面就知道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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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還有人要 OK 我分享一個 就是分享一個我讀那個 所以他有一個人在講說 我現在就是懲罰事物 那在講這個之前 我要稍微先聽一個 外話就是那個 前幾天 因為我其實原本今天想要問的問題 是跟那個學姐有點像 就是要問那個臨床誕生 然後我現在就跟學長稍微 因為在講說稍微扭過一下 然後他 就因為各種原因 然後呢 就因為今天這個 影響主題也不是在講這個 然後我們就留文 然後沒來到學姐看 就稍微把它提到 對 麥克風 麥克風男性 那是他的 也可以如果看那個啊 關於臨床誕生的東西 他說他只是頭裡面 他很做所以沒放上去 所以還是會問 這個 不會沒有問 大家可以問 因為我常常聽到 你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到底有說什麼 我還是講那個就是 我覺得在讀那個 什麼社會夢 他有一段 不是 就是 就是在講那個霍布斯那一段 我覺得有一段很有意思 可是就是 學長剛剛有提到 就是在講那個 戰爭的這個比喻的一個消失 就是戰爭的比喻的消 就是從那個 會選擇把它消失 然後他原本在處理 霍布斯這一段的時候 他就是像學長講 他有把他說 那個霍布斯他用的一個 那個戰鬥態的假設 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那個是一個就是虛構中的虛構 那我覺得在讀這裡 有一個很有歷史的一個點是 他在講這個 他一方面指出 這是一個虛構 然後但是他又有類似去 應該不是講類似 應該說他有很明確的提到說 其實在一個人類社會 參與歷史 就是不斷的轉來就是內部 有各式各樣的活 我確定用這個詞 就不確定他用所謂的內戰 去講這件事情 然後內戰他其實長期 存在於所謂之中的一個 的一個這樣狀態之下的話 像我們這種讀 這種政治思想出來的 我們都很熟知說 或不是他在 他的距離論 就是他在他的立委坦 有一個很特別的目的 就是他要介入這樣的一個 說完就所謂戰爭 然後他試圖 然後他試圖要去和正當化 然後去解釋一個 應該要建立一個定義的一個政治共同 那他這樣的 那個富科章的一個講法 讓我就覺得很有趣的意思說 如果竟然的內社會長期 就是已經處於是內戰狀態 但是某一些政權 依然還是穩定的存在的時候 那是不是有另一種意思是說 其實或 其實在富科的想法裡面 其實或不是他不需要去 額外這麼高尷 然後弄了一個虛構 像是我們常會說這樣的理論 他其實是以虛構某一種 政治共同體的一個神話 那其實他不需要這麼高尷 因為其實本身就是就處理內戰 然後要以安全的理由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名義 他就可以去找到一個政權建立的一個正當性 我所讀說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就是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其他想法 你說搞剛才說 要製造出一個自然狀態這樣子的一描述 就是其實不存在的一種自然狀態的假設 你就是不需要 因為可能他本來就是所謂的內戰 如果是做富科的解釋的話 已經處在內戰狀態 那他本來就沒有一個消解的 或者說必須要消解就必須要有這些水利的機制 你的想法是這樣子 對啊他不需要有一個定義 然後去做到一個 現在很喜歡談某一種 就是和諧 然後特別在對岸 就是特別的一個興盛的一個詞 但是其實小英文本身社會其實有各式兩種 但是政權不一定會被這些鬥爭疾恐 那我們 我覺得還有更有趣的 也就是他不該講某一些 在講這種鬥爭 然後他 他似乎有 剛剛講了一個大人的詮釋 就是反而是這一些某一些紛亂 然後某一些 因為我們在首國讀書可能會很清楚知道說 他不管是從那個五點十來瘋狂死 還是在講就是 可能今天沒辦法處理到就是那個 非法跟虛犯的問題裡面 對於某一些社會的這種 我們洛巴措的那種地端人口 或者是潛在可能危險的社會分子 他們可能是有一個人應該是要對社會 會造成一些危險 那 再來說社會應該是要想辦法去刑處 或者是去消滅他們 但是反而是藉由這樣的一個 就是 對他們有一個特別的損失 讓他們控制在一個一定的範圍裡面 那 雖然說這些人還是會存在 然後也對於某些學分的 但是這樣反而對社會來的 是一個最穩定的一個狀態 就是社會可以有斷點安全之類 我是認為有讀書章的一個感覺 就知道大家想著 因為時間的考量 所以我們先讓最後面的這位 我們一起做 就是大家聊 在這方面聊得蠻開心的 然後我那時候讀完之後看到 記者和男友該寫一個名句 就是說 和平寺在這裡演戲 就是他有寫過就很有趣 對於回家 但是我自己在讀這段璇景監獄的時候 我對璇景監獄的想到比較像是 陸葛講了很多建築跟光學的原理 所以我其實那時候想到的是 這種視覺的影域 背後他講的是一種觀看 觀看的位置 我覺得是蠻明確的 就是一定有一個觀看者 對 被觀看者 但是在後面 如果講到像德勒子人的濃稻一些的話 是不是這種主特體的關係 就已經是 你隨時可以反課為止 就是已經不再有一個很確定的主特體關係 所以我們該想問的 然後還有剛才就是 你會講一講 你說 你是說主特體關係不見了嗎 就是假設有沒有能動性的話 你會可能是反課為止 就是你也可以是亂看的主題 我也沒有 就是你也可以是亂看的主題 就是這樣 在 我記得法國的討論上 其實有一些 surveillance 跟 surveillance 的那個 對定 就是說全民可以反過來看 那我自己想到的反而比較是那個 像是法學家 真的有一些法律的人沒有被我引導 就是那個黑箱社會 其實幾個是說 他不是一個two-way mirror 他是一個one-way mirror 因為專家政治 我們看不透那些市場 大企業跟政府裡面運作的機制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做到什麼 stayers 什麼事情 有什麼要回應 你剛剛不知道有第二個嗎 對 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刑罰裡面跟監獄的戰神 就是是怎麼連在一起的 我好像沒有人可以知道 哦 我知道你的意思 因為我要快速回應一下 我快速 那個刑罰與那個 那個監獄之間的連結是怎麼樣 連結起來 答案就是 之間是偶然的連結起來 這就是副科證書的 某種程度上是副科證書 剛剛我們說到理念 具體的制度 IELTS 具體的權力基礎 這三項很深的連結 某種程度上都是偶然的 就是 所以我們剛剛說這個一個 全場是有一個重要的意向 是一切的要素都順暢的流通 一切的要素可以順暢的流通的一個意思 其中一個意思就是 一切的要素 跟我們說的三國通程度的要素 它都可以以某種方式剪圍起來 這樣我自己最喜歡比喻的 我覺得這個比喻要換一下 就是前幾年那個寶可夢很紅的時候 那個遊戲很紅的時候 各位寶可夢遊戲的最重要的一個技術是什麼 是把實境虛擬化 我們就說實境虛擬化這個技術 它放在寶可夢這個遊戲上面 它是一個遊戲的技術 如果你把它放到無人機上面 它就會變成一個最精確的殺人 殺戮機器 所以為什麼 郭輝瑞有一個命題是說 當這些權力可以無限的連結起來 你這要素可以無限連結起來的時候 你其實那個力量只有被證 不可能那個裡面有一個最經典的理論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承認 郭輝瑞所說的現代的政治是說的生命政治 就是保護生命 促進生命 維倫格的這個生命的政治 為什麼到我們生命政治 所謂生命政治 它會發生 像 納粹道武殺這種大規模的屠殺 但是也是只有在這種 某種程度上 各種要素可以 連結到某種地步的時候 才有能力去進行這麼大程度的屠殺 我沒有理由 我本來想要放 你說這個問題 我本來我一段話要放 但是因為太多我就不放了 就是不可以 一直要談的一件事情 就說這個權力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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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凝聚起來的東西 它其實是非常複雜 就以這個刑罰的主題來說 刑罰的理念 體制然後具體的技術 這些很多很多 每一三個層次又有更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 怎麼研究起來呢 精神病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怎麼樣認定 一個執政精神病患者 然後殺了會無罪 這些各種不同的知識的這個線 然後這些全部糾纏在一起 要怎麼樣 要理出來 這是一個需要非常龐大的這個工作 對 好 然後那個 那個柔軟說的問題 我覺得第一個內戰這個問題 其實指的是優勢的 不是我們一般 微博裡面上面的這個內戰 就好像就是具體的內戰 其實這個內戰是怎麼發生 其實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發生在內部的戰爭 其實是指優勢的階級 對過世的階級 但是那個階級不是嗎 那是那種階級的劃分 就是掌權的階級 對於過世的階級 對於一個樣子的階級的一個戰爭 所以那個 其實那個內戰的說法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現在覺得社會的階級 我們還是會有各種針對 弱勢就去做發動的這種 當然這個戰爭不是只實際上面的這種戰爭 不是只這種規訓也好 或者就是說各種的這種規範的這種機制也好 然後我覺得 你剛剛說那個搞剛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因為 技術上面 我們剛剛說那個技術上面的問題 跟技術上面的問題 就是這個 就連社會契約是法理上面的東西 然後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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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場是會炫動的東西 所以 法理上面跟法理的東西 技術上面跟技術上面的東西 在兩個層次 我覺得是更快的 然後看那個霍布斯那個 其實也是一個 我認為那些東西是法理上面的 不是在技術上面的 不是在那個 複科上面的 然後還有一個 其實複科自己也有談到 這也是思想史的問題 其實霍布斯那個論述是要解決 英國長期以來的威延政府的問題 什麼叫威延政府 就是一開始的那個英王 其實不是英國人 而是法理 不是法理 我不覺得這個原因 簡單的說 這叫做外來政權的問題 簡單的說這個 霍布斯的這個 歐爾天走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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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契約他是要解決外來政權的問題 他是要告訴你說 不管過去的政權是怎麼樣 如果存在著服從的事實 那我們就承認這個政權是有正當性 簡單的說他少達成 中間很多法律我們跳過不講 他少達成的效應是這樣 也就是說 複科也很清楚的 說這個東西是為了要解決的 那個英國的那個 不是為了解決法來講的 諾曼政府的問題 就是外來政權的問題 所以他本身是一個 法理層次上的一個東西 不是一個政治基礎商 這我在談點那個 林草寧學 但神略 其實我對這本書不熟 但是這本書有一個亂說其實是都用資源 也會引到我自己有用過這個亂說 就是關於那個那個 談那個居下的一個生與死的問題 那個 就是說生與死的裡面這個居下的 我都只是粗略的講一下 就是說死亡這件事情 死亡這件事情 其實他像是一個誤的影響 我們說一個人死亡 我們並不是兩個截然區分的狀態 不是說我現在是生的然後我就是死的 其實那是一個漸層 死就像是一個元素一樣 活生在那個細胞 同樣的生與死 也就是說 簡單的說這個生與死之間 是這樣 是一個能量之間的抗狠 好 那會識者 閣適ierten Town 這個點到那個點 如果生與死之間 根本不是一個階段的問題 而這一個就是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之間 我今天的這個 向我的極限的挑戰 我看起來像是尋死 我看起來像是不死 比如說 我捨棄了我慣用的招式跟人家打架 比如說吳俠俠說 你的想像郭敬不用 翔弘齒巴掌了 跟人家打架 看起來像是尋死 但這是另外一種深的可能 因為我在探索 我除了使用翔弘齒巴掌之外的 另外一種的可能 我可能會死 我可能會打輸 但這是另外一種可能 所以其實 而且很有趣的是說 整個婦克勒生命證證 最後是要得到結論其實就是這個 生與死今天不是一個階段的東西 是一個 我自己的說法叫做 互對 就是互相的對換 是一個交換 寫交換到哪來看 那個就是 我幫你一個詞 自己幫你一個詞 叫做互對 就是 生與死之間的互對 就是那種自由 但是心自由主義的理念其實也是這段的根本 也是 基本的理念也是這一段 所以才會有人認為 複合跟心自由主義好像較為近 對 大概我對你 我對你 主要是我對你常選 但是認錯的很少 我一講出來就是你的辦法 那也是 可能只講錯了辦法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簡單做一個結尾啦 就是那感覺出來大家其實 應該再度的各位還有很多想講的話 但是我們因為各種物理條件的限制 沒有辦法讓大家創作 預言給大家抱歉 不過今天是比較少社會學生 他作為一個社會學的優生玩笑 做一個社會學士的結尾 所以我們常說社會學是要把就是 個人故事連接到就是更宏大的敘事裡面 然後找到那個不一定誰或能動之間的那種對抗啦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歷史跟個人故事連接在一起 這樣一個學問 那今天我們有提到非常多關於規範 然後關於理論 比如說在社會學 我們就會把這兩個書當成是理論的讀本啊 雖然它是歷史現象的考察 可是我們絕對不會拿它來當現象考察來念嘛 那包含現在我們生活中不管提到外來政權 或者是有新的怎麼樣把規範 怎麼把規範實體化 或是把變成紀錄細節 或是把紀錄細節變為規範這個過程 或者是生與死的問題 我是不是我不是我的我 這樣的一集我們最近的生活中 繼續共識性能不能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那就是今天我們很開心可以在這邊談一些 也能念比較實用的學科的人會覺得是高大上啊 然後大災問的問題 然後相信大家應該蠻有收穫的 那也就是鼓勵大家多多關心現在 你身邊發生的社會議題 我們討論的這些東西其實 真正要落實在我們經驗中 我們可以有怎麼樣的思考的武器 然後去把它做為實際的行動 然後進行實踐 變成上手的工具 解碼現實的程度 讓力量的脊弱線可以被提出來 抵抗的點或攻擊點等等 工商一下 就是鼓勵大家關心一下這個數位身邊的議題 這是一個很明顯跟這個經驗主題 非常有關聯的一個議題 那今天謝謝大家的例點 那我們也謝謝宇文學長 謝謝大家